哈喽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饥饿游戏系列一共四部影片已经为大家解说完毕 今天开始咱们新的系列 那就是在全球拥有亿万粉丝的 以赛车和警匪对决为主题的速度与激情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第一步 让我们一起为急速飙车和兄弟情谊热血沸腾吧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辆装满了价值不菲的电子产品大卡车 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三辆黑色轿车如鬼魅般出现 紧紧跟着卡车 其中一辆轿车猛的加速冲到卡车前方 一个带着头盔的黑衣人打开车顶天窗探出身来 拿出抛头枪对着卡车发射 在卡车的挡风玻璃上开出了一个大洞 下一秒另一辆轿车也冲到了卡车前方 同样从车顶钻出一个黑衣人 这名黑衣人对着卡车挡风玻璃的大洞射出绳索 随即动作娴熟的顺着绳索爬到副驾驶的位置 卡车司机见状大惊抄起一根棍子打向黑衣人 可是黑衣人明显准备的更加充分 立即掏出麻醉枪还击 距离太近卡车司机根本无法躲避 中了一枪后很快昏迷了过去 接着黑衣人把司机扔下车 驾驶着再满货物的卡车和三辆轿车扬长而去 整个结案过程极为流畅 看来劫匪是一帮惯犯 镜头一转金发帅哥布莱恩来到了一家咖啡屋 与年轻的美女老板米亚攀谈起来 最近三个星期 布莱恩每天都会来这间咖啡屋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可不是冲着这里的三明治来的 而是被俏丽的米亚吸引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米亚也对布莱恩产生了好感 两人聊了几句后 米亚去准备三明治 布莱恩则盯着吧台后面 房间中的一个光头男子 也就是米亚的哥哥多姆 奇怪的是 他的眼底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还略显紧张 面无表情的多姆感觉到了布莱恩的目光 也没在意扫了一眼就转过身去 片刻后 米亚拿来了三明治 和布莱恩继续打情骂俏 这时眼琴声哄响 多姆的几个朋友 开着漂亮的跑车来到店外 其中一个叫文斯的飙行大汉 在看到布莱恩和米亚情热交谈后 面露不悦 原来文斯也喜欢米亚 所以对布莱恩总来找米亚十分不满 文斯随机走进咖啡屋 坐在布莱恩身边也不说话 只是用挑衅的眼神看着这位情敌 布莱恩也转过身来 迎着文斯的目光毫不退让 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 米亚觉得不对劲 赶紧出来打原场 接着布莱恩起身走了出去 准备离开 可是文斯竟然不依不饶地跟了过去 告诉布莱恩以后别来这里 布莱恩当然不会听他的 反唇相机 文斯恼羞成怒 冲过去把布莱恩摁到车上 布莱恩转身挥出一记重前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米亚见到这情形非常生气 喊哥哥多姆把两人拉开 多姆原本不想管 但拗不过妹妹气冲冲地走过去 一下就把刚刚站去上风的布莱恩 甩到了车上 用命令还想往上扑的文斯退下 然后霸气地指着布莱恩的鼻子 警告他以后不准再来 还对布莱恩说 我知道你在哪里工作 你现在被开除了 说完转身就走 只剩下布莱恩一脸迷茫地站在原地 接着布莱恩回到自己工作的汽车零件店 刚进店里 老板就一脸无奈地找到他 说多姆来过电话 让我吵了你 原来多姆是当地有名的赛车高手 和改装车好手 只要他在这家店里买零件 就会有很多崇拜他的粉丝 也来这里买 奇怪的是 面对多姆这样的财神提出的要求 老板虽然很为难 但竟然还是拒绝吵掉布莱恩 更让人不解的是 布莱恩听了老板的话 一点都不感恩戴德 仿佛这是理所应当的 甚至不顾老板的劝阻 让他给自己的车加装置 还明确地表示今晚就要 而老板居然乖乖地答应了 看来布莱恩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到老板上 一片白天不见人影的场地 忽然变得热闹非凡 无数人开着跑车 来到这个飙车族的圣地 其中就有布莱恩 而当多姆到来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 这个众多飙车族的偶像 当天只安排了一场赛车 参赛者要交2000美元作为赌注 布莱恩也要参加 但现金不够 干脆压上了自己的车 还说如果我赢了 希望能赢得你们的尊敬 听了这句话 在场的多姆等人哄堂大笑 显然都没有把这个 出来扎到的小子当回事 只有多姆的妹妹米亚 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布莱恩 比赛很快开始 四辆参赛者排气孔冒出火花 一起向前冲出 多姆的确实力了得 一马当先 起步双慢的布莱恩则排在最后 好在布莱恩的车子加了新装置 他连续加速 先后超过了前面的两辆车 离多姆的车子也越来越近 可是由于车速过快 车内的电脑发出警报 而在布莱恩不管不顾的继续加速后 车子出问题了 螺丝往外蹦 一块铁板掉落 高速行驶的车子竟然带出一路火花闪电 终于布莱恩超过了多姆 他无比兴奋 不过多姆只是扭头淡淡看了他一眼 随即加速 瞬间就反超布莱恩 而布莱恩的车子则出现了更严重的故障 车内还冒起了烟 他只好把车停到路边 最终实力明显更胜一筹的多姆 有惊无险地拿到了第一名 在观赛者的欢呼中 他淡定地收下奖金 片刻后 布莱恩把车开了回来 迎接他的是众人的嘲笑 多姆也上前说他技术不过关 就在这时 大家得知警方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马上就熬到来 各个大惊失色一哄而散 纷纷开车逃离 警方随即赶到追逐这些飙车族 多姆显然见惯了大市面 不慌不忙地把车开到一个楼上的停车长 再自己走出去 没想到走在路边的他却被警察认出来了 多姆见识不妙 撒腿就跑 躲进了一条巷子 危机时刻 布莱恩竟然开着车出现了 把多姆接上车 然后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摆脱了警车的围追堵截 看到身后再没有警车的影子 多姆和布莱恩都放松下来 开始闲聊 多姆说 布莱恩得到了自己的赏识 还说派人查过他的资料 正当两人聊得起劲时 又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几辆摩托车从后面飞快赶上来 多姆显然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懊恼地叹了口气 对布莱恩说 我们太倒霉了 随后 一辆摩托车上的骑手掏出手枪 让布莱恩跟着自己走 原来这群人是亚洲黑帮 为首的叫强尼 和多姆有过节 今天就是想给多姆点颜色看看 在强尼把布莱恩和多姆 带到唐人街后 双方下车 又是一番唇枪舌战 最后 强尼开枪扫射布莱恩的车子 车子爆炸了 多姆打车带着布莱恩回到自己的住处 布莱恩原本想离开 但被多姆叫住 邀请他进屋喝酒 米娅在楼上看到了这一幕 大惑不解 不明白哥哥 为什么和布莱恩怎么像好友一样 接着他本然意识到 马上就要和布莱恩见面了 大叫不好 因为自己现在一副居家打扮 没化妆 头发也散乱着 于是赶紧换衣服整理头发 要让布莱恩看到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多姆进屋后 发现手下们正在聚会 想到自己在外面几度遇险 这些人竟然在这里喝酒泡妞 心中不由的生起怒火 而一个怀里搂着辣妹的手下 突然看到多姆回来 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的说 老大 我们本来是想去救你的 还没等他说完 多姆就爆发了 一把打掉了他手中的酒瓶 然后脚步不停 来到德力助手文思身边 质问他去哪了 文思有些慌张 连忙解释 可多姆根本不听 绷着脸把他的啤酒拿走 文思自知理亏 不敢多说 但一抬头 却看到了自己心中的情敌 布莱恩 忍不住开口 问多姆 为什么带他来 没想到多姆勃然大怒 大声说 因为他救了我 他没有忙着逃跑 说完把啤酒递给布莱恩 看得文思郁闷不已 过了一会儿 多姆带着女友来地上楼了 心中不愤的文思 又趁机向布莱恩挑衅 结果梳妆打扮完毕的米亚 及时出现 制止了文思 并且带着布莱恩 去了其他房间 还对他说 看得出我哥哥很喜欢你 随后两人四目焦头 眼中都有掩饰不住的情意 画面一转 布莱恩正驾车 行驶在街上 突然一辆黑色轿车 亮起警灯 追了上去 布莱恩只好把车停在路边 随后 黑色警车里走下两名警察 给布莱恩戴上手铐 还开车带他到了一个宅子外面 出人意料的是 车子停下后 看四周无人 布莱恩竟然亲切地叫着警察的名字 还让对方把手铐打开 而警察也照做了 接着三个人走进宅子 发现有很多人正在忙碌着 而一个看着像是领头的人 走过来和布莱恩交谈 原来布莱恩的真实身份 是FBI的卧底探员 因为近期连续发生 影片开头的那种卡车结案 警方压力非常大 就和FBI成立专案组 展开联合调查 通过调查 他们认为嫌疑最大的 就是以多姆为首的酷爱改装车的飙车族 于是派布莱恩接近多姆 这也就解释了 为何布莱恩所在的汽车零件店老板 不敢解雇他 假装被捕的布莱恩 向专案组简要叙述了事情的进展 上司告诉他 一定要尽快解决这个案子 离开前 布莱恩提出再要一辆车 镜头一转 多姆正带着伙计 在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里干活 一辆破破烂烂的轿车被拉到了门口 大家诧异的上前查看 发现车是布莱恩弄来的 布莱恩看着眼前众人 满脸得意的说 这是我的车 多姆听了哈哈大笑 说你这车是一堆垃圾 恐怕只能推过中点吧 布莱恩不假思索的回答 你还是先检查检查车吧 没想到 一检查才发现 这车外表虽破 引擎倒是完毫无损 而且这个引擎非常出色 负责检查的杰西自信的说 这车好好改装一下 可以打败所有跑车 爱车如命的多姆听了兴奋不已 当场就同意改装 而且他对布莱恩的信任 也是与日俱增 告诉他下班后就到店里来帮忙 接下来 布莱恩完全融入了多姆的团体 和大家一起干活 一起喝酒 一起炒烤 从而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秘密 一天多姆的手下海克特 来到布莱恩工作的汽车零件店 让布莱恩照着单子找零件 每样要三个 看到单子 布莱恩的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这些零件都是本田洗美用的 而劫匪们都是开着三辆本田洗美作案的 他觉得自己开始接近真相了 当天晚上 布莱恩开车来到一个仓库门口 警惕的到处打量 见四周没人 就爬上一个平台 走到镜头后打碎玻璃 偷偷潜入了这个装满了改装车的仓库 开始寻找劫匪的车辆 可惜没能找到 只好原路返回 可是刚跳下平台 就被文斯打昏了 文斯拖着布莱恩来到多姆面前 用枪指着已经醒来的布莱恩的头 说他是警察 而刚刚从旁边的阴影走出来的多姆 念沉似水 直接了当的问布莱恩来这里干什么 布莱恩集中生智 说上次赛车我把车都压上了 结果输给你 现在还欠你一辆车 所以我要通过即将开始的急速大赛赢取奖金 而想要成为赢家就得知己知彼 于是我进车库查看其他人都开什么车 对于布莱恩这番话 文斯连一个字都不信 气愤的对多姆说他就是警察 但多姆觉得布莱恩看上去很真诚 而且敢于直视自己的目光 丝毫没有心虚的迹象 于是不再怀疑他 布莱恩所说的知己知彼也打动了多姆 因为他不久后要和亚洲黑帮的强尼 在急速大赛上较量 他可不想输给这个仇家 于是带着布莱恩文斯和团队中的技术高手杰西 悄悄来到了唐人街 进入强尼的仓库 想看看对方要开什么车参赛 结果发现车子都还没装引擎 大惑不解 接着布莱恩留意到 仓库里有很多DVD机 而且型号和被截的那批DVD一模一样 他觉得强尼一伙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劫费 就在这时 在外面把风的杰西告诉多姆 强尼带人回来了 多姆布莱恩文斯赶忙躲到角落里 片刻后 强尼和手下压着一个大个子白人走了进来 原来这名叫泰德的白人 负责为强尼提供强有力的引擎 但他把引擎藏了起来 想卖给出价更高的人 心狠手辣的强尼折磨了泰德一通 终于迫使对方说出引擎的下落 随即带人去找 而多姆等人也趁机离开 第二天 布莱恩向上次汇报了 强尼可能是劫费 不过上次说证据不足 还让布莱恩加紧行动 镜头一转 布莱恩正在多姆的店里干活 多姆带他去了一个很老旧的仓库 骄傲地向他介绍 父亲当年参赛时开的车 然后说起了悲惨的回忆 原来多姆的父亲在比赛时 车子被撞不幸惨死 而多姆在一周后 遇到撞了父亲车子的那个人 怒火中烧的他狠狠打了对方一顿 并因此坐牢 听了这番话 布莱恩心里五味杂陈 他发现多姆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而且对自己真是无比信任 连这样的往事都愿意与自己分享 接着 在听到多姆说 只有赛车时才能彻底解脱后 布莱恩更是感到一种震撼 这天晚上 布莱恩和米亚第一次正式约会 了解到更多多姆团队的信息 而在浪漫的环境下 本来就互有情义的两个人 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就心有灵犀地离开餐厅 去布莱恩的住处 尽享雨水之欢 半夜 睡梦中的布莱恩接到上次电话 才知道就在这天晚上又发生了结案 而专案组也决定 对强尼的亚洲黑帮动手 布莱恩刚挂掉电话 睡在他旁边的米亚就醒了 迷迷糊糊地问是谁的电话 布莱恩说是打错了 随即又跟米亚亲热在一起 天亮后 警方展开捉捕强尼的行动 布莱恩也戴上面罩参与其中 捉捕行动很成功 强尼和手下全部落网 可是通过调查才知道 之前布莱恩发现的那批DVD 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购买的 这就意味着强尼不是劫费 眼看结案仍然没破 布莱恩的上司大为光火 现他在36小时内破案 而布莱恩也意识到 既然排除了强尼的嫌疑 那多姆应该就是劫费 在回到多姆的店里后 他发现 自己带回去的那辆破烂车 已经改造完成 多姆上了这辆焕然一新的敞篷车 叫布莱恩一起出去兜风 路上等红灯时 两人跟旁边一辆车的车主打扇 问对方的车要多少钱 没想到对方傲慢地说 这是法拉利 你们可买不起 多姆生气了 让布莱恩跟对方飙车 布莱恩的技术已经突飞猛进 轻松把昂贵的法拉利甩得圆圆的 然后两个人走进了路边的小店喝东西 多姆察觉到布莱恩有些焦虑 就问他怎么了 还说知道多姆有副业 也想加入 多姆听了 意味深长地看着布莱恩 片刻后 他逃出急速大赛的场地图 递给布莱恩 说要先看看你的表现 急速大赛开始了 多姆团队中的杰西不知哪根筋不对 非要参赛 还效仿当初的布莱恩 把自己的车子底上做堵住 可他只是精通改装 驾驶技术并不高超 更关键的是 他的对手是刚被保释出来的强尼 布莱恩知道杰西不可能是强尼的对手 再三规劝 但杰西不为所动 铁了心要参赛 结果不出所料 他输掉了比赛 而且竟然在赛后 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强尼当然不肯罢休 找到多姆 与其强硬地让他负责杰西的堵住 结果过节颇深的两个人 很快打成了一团 当晚在急速大赛的现场 无数飙车族狂欢着 布莱恩突然看到 米娅面露焦急之色挡住多姆 似乎在阻止哥哥去做什么事 布莱恩愣住了 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而经过与多姆的相处 他真的不想对方出事 接着他看到多姆不顾妹妹的阻拦 带着手下离开了 布莱恩心急如焚 追上米娅询问情况 米娅眼眶红红的 明显是在担心哥哥 但吞吞吐吐就是不肯说出事情 布莱恩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只好摊牌说 我是警察 米娅听了悲愤交加 对布莱恩破口大骂 布莱恩连忙解释 说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而且现在的关键是你哥哥 那些卡车司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执法人员都在盯着 多姆此时去做案等于自投落网 你必须告诉我实情 我才能救他 米娅终于信了 和布莱恩开车去救多姆 两人借助警方的技术力量 按照多姆的手机定位一路追踪 多姆果然是劫匪头目 他带着女友莱蒂 助手文斯 以及另一个手下利昂 上了三辆被隐藏起来的作案车辆 本田喜美 打算做最后一票 随着多姆一声令下 行动正式开始 行动方式和以往一样 莱蒂毁掉目标车辆的挡风玻璃 然后文斯登场 借助绳索爬向卡车 不过意外就在此时出现 多姆从反光镜中 发现卡车司机早有准备 正掏出枪来 于是惊慌的大叫文斯快回来 但是为时已晚 文斯已经跳向卡车 并且落点不好 值得用手死死抓住车身 一时间进退两难 而司机举枪就射 好在打偏了 眼看兄弟身陷危机 多姆万分焦急 从车里探出身来要救文斯 但司机一枪打中多姆车子的尾灯 车子一阵摇晃 多姆连忙把稳方向盘 眼看形势不妙 莱蒂把车开到卡车前 吸引司机的注意力 司机也毫不客气 抬手就是一枪 吓得莱蒂赶紧多闪 此时文斯已经滑到了卡车一侧 右手还被铁丝缠住 动弹不得 多姆赶紧再次上前营救 但车胎居然被打爆了 接着莱蒂的车也被卡车撞翻 多姆赶紧让另一辆车里的里昂 去帮莱蒂 而司机又开枪了 这一次文斯被打中了 血流入住 危机时刻 布莱恩带着米娅飞车赶到 他让米娅开车 自己则冒险跳上卡车 趁着司机换子弹的空档 成功的把文斯送到自己的车上 下一秒 司机就举起枪瞄准布莱恩 布莱恩用尽全身力气 在枪响一刹那 跳回了自己的车 但卡车司机不肯把手 开车撞了过去 米娅猛打方向盘 结果车子拐到了旁边的土路 不过总算是脱险了 多姆等人很快赶来会合 结果发现文斯伤势很重 如果救护车不能快速赶来 命就保不住了 布莱恩连忙打电话 表明警察身份 呼叫救护直升机 听到布莱恩说自己是警察 多姆目瞪狗呆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 面前这个被自己当做兄弟的年轻人 心头涌上千般滋味 布莱恩感觉到了多姆的目光 但急着救人 一时也顾不得了 米娅则看看哥哥 又看看布莱恩 满脸担忧 不知自己最亲近的两个人间 会发生什么 直升机很快赶来了 看到文斯得救 多姆没有理会布莱恩 转身就要逃离 米娅没有立即跟上哥哥 只是痴痴的看着布莱恩 不过在听到多姆的大声呼唤后 他还是跟着哥哥一起上车 而在离开前 多姆深深的看了布莱恩一眼 镜头一转 布莱恩开车来到了多姆家门前 拔枪指着多姆 说别再逃了 多姆却说没有逃 还说已经安排妹妹和莱蒂离开 现在只想找到欠强尼堵住的杰西 因为担心强尼对付他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杰西竟然出现了 说赛车输给强尼后 吓傻了不知自己在干什么 就在这时 强尼带着一个手下来了 见到杰西立即开枪 杰西躲闪不及重弹身亡 布莱恩和多姆悲痛欲绝 双双上车追赶强尼 要为杰西报仇 布莱恩率先追上强尼 但强尼的手下居然返回 对他形成了夹击之势 责幸多姆及时赶到 把车横在路中央 强尼的手下刹车不及 撞在上面 连车带人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而布莱恩也抓住机会 一枪击毙了枪尼 大仇一爆 多姆开车离开 布莱恩又追了上去 在一个路口 两辆车并肩等红灯 多姆突然开口 说前面是自己年少时 最喜欢的赛道 布莱恩听懂了 于是在绿灯亮起后 两个人开始了一场 充满激情的速度之战 两辆车高速前行 眼看就要通过前方的铁柜 不远处却有一辆火车 高速驶来 就在这时 多姆发现车子出现故障 但他仍然不想放弃 这场特殊的比赛 转头看向布莱恩 布莱恩也心领神会的 看向多姆 接着两个人同时加速 毫不犹豫的向前 终于在火车冲过来的前一秒 他们的车子 显而又显的闯过铁柜 多姆长舒一口气 布莱恩也面带微笑的 看向他 紧跟着多姆露出惊恐的表情 原来有一辆大卡车 毫无征兆的从旁边冲了出来 多姆猝不及防 车子被撞的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 才落下来 布莱恩见状大惊 赶忙回身救人 结果发现多姆只是受了轻伤 这时远处传来警惕声 布莱恩不得不再次面对 两难的选择 一边是责任 一边是兄弟情谊 他稍作有欲 随即下定决心 把自己的车钥匙交给了多姆 多姆有些诧异 问道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布莱恩语调轻松的回答 我还欠你辆车 事已至此 男人之间有些话不必多讲 多姆点点头随即开车离去 而布莱恩也转身 耐着坚毅的目光走向远方 电影结束 江湖从来不会平静 多姆退营之后 新的飞车党义军吐气 为此布莱恩再度出山 这一次他将面对怎样难缠的对手 又会演绎怎样的血脉喷张 下一期速度与激情2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在速度与激情第一步中 FBI探认员布莱恩卧底飞车党 瓦解了这个犯罪集团 但是面对责任与义气 他陷入两难选择 在第一步最后 布莱恩放走了将自己 示弱兄弟的飞车党老大多姆 可是他该如何向警方交代 他还能继续打击犯罪吗 第二步开始 迈阿密的一个夜晚 飞车党聚集起来 要进行一场飞车大赛 然而由于四名参赛车手中 有一人意外缺席 比赛迟迟不能开始 看到车手和观众都等得不耐烦了 比赛组织者太极 只好找自己的好友来替补参赛 太极的这位好友正是布莱恩 他在放走多姆后 无法再当警察 甚至有了案底 之后离开了洛杉矶 来到了迈阿密 布莱恩很快赶到比赛出发地点 看到他带着迷人的微笑走下车 现场观众不停欢呼 高喊着他的名字和绰号子弹 三位对手则是神情各异 或是惊讶或是沮丧 看来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车技了得 出人意料的是 布莱恩没有召集比赛 而是提出要加大赌注 对于这个提议 一个戴帽子的男车手马上表示反对 显然是没有信心成为赢家 可是布莱恩气定神贤的说 你不如问问观众们答不答应 听了这话 观众们很配合的朝着帽子男起哄 帽子男为了面子 只好硬着头皮掏出钱来 而另一位带着大链子的男车手 面对这样的情形 也很不情愿的把钱交给太极 至于参赛四人中唯一的女车手 太极的女友舒奇 倒是很爽快的同意加注 比赛即将开始 上车前 布莱恩无意中发现 人群中有位美女正紧盯着自己 看到对方美丽的容颜 他愣了一下 感觉这个女人和在场的其他人不太一样 甚至在上车后还看向这位美女 片刻后 布莱恩一开目光 全身贯注的凝视前方 双手也放在了方向盘上 准备投入到速度和激情的较量中 比赛正式开始 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 布莱恩 舒奇 帽子男 链子哥启动车子 同时向前冲出 链子哥的车技不错 很快就取得领先地位 布莱恩紧随其后 而在他后面的帽子男 则千方百计的赌注 排在最后想要超车的舒奇 在最后一个弯道 布莱恩利用出色的技术 轻松完成内线超车 对着旁边的链子哥友善一笑 随机开始冲刺 不过链子哥猛的加速 竟然再次反超布莱恩 离终点越来越近 仍然领先的链子哥 自以为获胜已是板上钉钉 那称想今天的比赛与众不同 赛事组织者太极 还为大家安排了惊喜 他叫人把终点前的吊桥升起 这样一来 车子只有凌空飞过去 才能抵达终点 链子哥见到这场面 很是紧张 布莱恩倒是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下一秒 两人驾车一前一后腾空而起 在框中 布莱恩神奇地超过了链子哥 而且车子稳稳落在地上 链子哥的车却在落地后 失控撞到路边 接着帽子男在关键时刻怂了 猛踩刹车不敢飞向中电 舒奇则驾车飞了过去 比赛结束 布莱恩成为胜利者 享受万众欢呼 收下奖金后 他找到那位赛前紧盯自己的美女 上前搭讪 可是刚说了两句 就听到警笛声响起 警察来了 飙车族们惊慌是错 各自逃窜 布莱恩也不例外 顾不上美女了 赶紧上车撤队 并且凭借出神入化的车技 摆脱了穷追不舍的警车 可是就在他觉得已经脱险 心中狂戏时 既然又有警车从前方向他赌过来 更糟糕的是 他的车子被警察用电子干扰枪击中 系统受到了干扰出现故障 车子慢慢停在了路边 布莱恩完全没想到 警察会使出这一招 气得用手猛砸方向盘 就这样布莱恩被抓了 奇怪的是 在警局的审讯室里 出现在他面前的居然是海关的马卡姆 以及他的老上司 曾在第一部中和他合作 对付多姆团队的比尔金斯 布莱恩惊呆了 自己不过是飙车 怎么会惊动海关和FBI的人呢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真相 原来迈阿密有个庞大的犯罪组织 首领叫卡特 他打着做进口生意的幌子 按地里进行洗钱活动 海关和FBI想把卡特人赃并获 但一直找不到实际证据 为此海关方面派了一个卧底进入卡特的组织 最近卡特让这名已经取得他信任的卧底 寻找能力出众的司机 FBI随即提议 让车技高超的布莱恩利用这个机会 混进去搜集罪证 所以才有了这次以找他为目的的抓捕行动 为了让布莱恩统一当卧底 比尔金斯许诺 在试诚后抹掉他私放多姆的案底 布莱恩略作思夺 感觉滑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海关方面指定一名调查员做他的搭档 但布莱恩发觉 这位调查员对赛车一无所知 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瞒过狡诈的卡特 于是他提出自己选搭档 而他心目中的最佳搭档是发小皮尔斯 比尔金斯跟着布莱恩去见皮尔斯 发现皮尔斯是个开启车来异常疯狂的家伙 而且案底不少 现在正处于假事期 当然既然FBI要用人 那些假事规定也可以忽视 可是让比尔金斯吃惊的是 皮尔斯见到布莱恩后 哪有半点固有重逢的喜悦 倒更像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冲上去一拳轰向布莱恩 原来他一直责怪身为警察的布莱恩 没有在自己犯罪时出手相助 面对旧有的拳脚相加 布莱恩没有还击 只是出手抵挡 等到皮尔斯打累了 他才说出此行的目的 而在听说和布莱恩搭档 就有机会洗清案底后 皮尔斯尽管仍是一脸愤怒 但还是答应了 接着布莱恩和皮尔斯去见海关派到卡特身边的卧底 布莱恩震惊的发现 卧底莫妮卡竟然就是在赛车场总盯着自己的那个美女 莫妮卡说 她会借着卡特招募赛车高手的机会 把布莱恩和皮尔斯安排进卡特的组织 而为了更加真实 她另外还找了些人 随后布莱恩和皮尔斯开着海关方面给他们安排的两辆车 跟随莫妮卡去了卡特的宅子 卡特的外表很有欺骗性 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有钱人 一点不像犯罪组织的首领 他给布莱恩 皮尔斯以及其他赛车手安排了一个考试 要求车手们两人一组 去取回自己被扣押在某处的法拉利跑车里的一个包裹 哪个组率先拿的包裹返回 那两个人就会获得聘用 在场的车手们停了 马上上车开始一路狂飙 由于路上车很多 想保持飞快的速度并不容易 不少技术不过干的车手都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一高人胆大的布莱恩和皮尔斯 则轻松自如的应对各种陷阱 他们面对笑容互相调侃 越开越兴奋 甚至把考试当成了两个人之间的竞赛 两个人很快拿到了跑车上的包裹 并且顺利返回 不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那个包里根本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只有雪茄 看来卡特安排的这次考试 考的不仅是车技 还是考验车手是否可靠 明白了这一点 布莱恩和皮尔斯都觉得卡特的心思深不可测 接着卡特交给两人一个任务 让他们送些物品去指定地点 自己会在那里等着 还说会买通警察 为他们送货提供方便 但什么时候送 具体送什么都没说 显然对两位刚认识的车手 仍然存有戒心 布莱恩和皮尔斯也不便多问 随即离开 接着他们摆脱了卡特派来监视两人的手下 去见海关的马卡姆和FBI的比尔金斯 听布莱恩说完与卡特见面的情形 比尔金斯认为 他们运送的很可能是带洗的黑钱 这时皮尔斯开口了 他怀疑卧底的莫妮卡已经背叛了海关 因为这个女人和卡特过于亲密 不过海关的马卡姆觉得不可能 还趁机挖苦布莱恩 说这事你有经验 当初你可是放走了多姆 你觉得莫妮卡会背叛我们吗 布莱恩听了脸色微变 淡淡的说不知道 然后就和皮尔斯离开了 此时布莱恩和皮尔斯已经知道 海关提供的车里有定位装置 他们不想总是被人监视 决定换车 但去哪弄车呢 布莱恩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让专门组织比赛的太极 安排了一场赛车 堵住就是车子 比赛两人一伙 以接力形式进行 而在看到对方开来了 动力十分强劲的肌肉跑车后 他知道纯靠实力是不可能赢的 就打算用计谋取胜 比赛开始后 负责第一棒的皮尔斯落后对手 第二棒是布莱恩 他拼命追赶 眼看对方已经开始返回 他采用了非常规手段 朝着对手迎面撞了过去 对手没想到还有这招 当时就慌了 蒙打方向盘脱离了赛道 布莱恩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夺回领先优势 最终获胜 把两辆肌肉跑车赢到手 当晚 布莱恩和皮尔斯去酒吧见卡特 帮着他们的面 卡特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对付当地的一名警长 他把一只大老鼠放在警长的肚子上 再用铁桶扣上老鼠 然后给铁桶加热 老鼠感到温度逐渐升高 想爬出去 就在警长身上乱挠乱啃 警长惊恐万壮 不断惨叫 看到这一幕 布莱恩和皮尔斯不寒而栗 海关卧底 莫妮卡也露出了不忍的神色 警长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只好答应卡特 在他晕黑前时 把负责监控的警察调走 卡特还不放心 又警告警长 如果他敢因凤阳为 自己就会带着老鼠去找他的家人 接着卡特笑着问布莱恩和皮尔斯 你们喜欢这表演吗 布莱恩和皮尔斯面无表情地 盯着眼前这个变态的家伙 一句话都没说 次日一早 莫妮卡突然出现在布莱恩的住处 表情凝重地说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卡特准备在布莱恩和皮尔斯 运完黑线后 把他们杀掉 就在这时 皮尔斯走进来 说卡特的两个手下来了 就在外面 原来卡特怀疑莫妮卡偷偷来见布莱恩 所以派人过来查看 莫妮卡一听就慌了 如果被卡特知道自己和布莱恩见面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皮尔斯出去一顿插课大谎 努力拖住那两个手下 利用这个时间 莫妮卡悄悄溜走了 接着布莱恩和皮尔斯 去向案子的负责人 海关的马卡姆以及FBI的比尔金斯 汇报情况 说一名警长受到了卡特威胁 明天他负责的小队不会出动 而他俩要把黑钱送到一个 简易的机场交给卡特 卡特拿到钱后就会杀死他们 然后成绩离开 比尔金斯听了 觉得安全至上 当即决定取消行动 可马卡姆不同意 语气强硬的说 这是海关的案子 FBI只是协助 所以只有他能拍板 还威胁布莱恩和皮尔斯 说如果不去送钱 就随便给他们安个罪名 让他们坐牢 没办法 布莱恩和皮尔斯 只得继续干 现在的形势 对布莱恩和皮尔斯很不利 不去送钱 就会被马卡姆抓起来 去送钱 又会被卡特干掉 奇怪的是 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 布莱恩和皮尔斯 仍然很乐观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似乎已经想好了脱身之际 接下来 他们找到了几个朋友 做了一系列安排 都安排妥当后 又去了海边谈心 布莱恩情真意切地回忆 两人年少时的共同经历 皮尔斯听了有所触动 沉默片刻后 表示自己不该责怪布莱恩 误会终于解除了 两个人相视一笑 握手言和 第二天是行动的日子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但那名被胁迫的警长 按照卡特的要求 没有让自己的下属及时出动 警方的大网 由此出现了一个缺口 布莱恩和皮尔斯 趁机跟着卡特的手下去取黑钱 看到眼前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 两个人都惊呆了 黑钱被装进六个袋子 布莱恩和皮尔斯的车上各放三代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今天的第一个意外发生了 警笛声响起 原来被胁迫的警长 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后 最终战胜了恐惧 决定履行自己的职责 于是 他让部下去抓捕 运送黑钱的布莱恩和皮尔斯 海关和FBI通过监控 看到了当地警察的行动十分不满 因为这样会打草惊蛇 导致无法抓获卡特 而在发现警察突然出现后 皮尔斯迅速做出反应 他把卡特手下的车子做了手脚 让车子自动撞向警车 然后他和布莱恩 各自在着一个卡特的手下开车逃离 警方随即展开追击 不但有警车穷追不舍 还派出了直升机 而在直升机上 有警察拿出电子干扰枪 瞄准皮尔斯的车子 布莱恩见状大惊 他知道这种枪的厉害 因为之前警方就是用干扰枪抓到他的 于是布莱恩猛踩油门冲了过去 替皮尔斯挡了这一枪 看到自己的车被击中 运转开始出现问题 布莱恩心急如焚 让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卡特手下开车 自己打算探出车窗 拔掉插在车上的干扰器 没想到卡特的这个手下居然不会开车 布莱恩又急又气 拉着对方的手放在方向盘上 大声呐喊扶这里 稳住就行 然后他拔下干扰器 朝正追过来的重的警车扔了过去 一辆警车不幸中招 瞬间失控 还向其他车辆撞了过去 场面极其混乱 不过布莱恩和皮尔斯 仍然没能摆脱追捕 更多警车很快再次追上来 好在布莱恩和皮尔斯早有对策 他们出人意料的把车开进了一个大车库 警方随后赶到 看着眼前紧闭的车库门 警察们大惑不解 不明白嫌犯们怎么会进了这个死地 突然车库门大开 十几辆车静止走向警车 把警车顶到一旁 接着车库里有更多的车子冲了出来 开往不同的方向 场面极为壮观 这就是布莱恩和皮尔斯的计划 他们前一天已经找朋友安排好了这一切 面对滚滚车流 警察们看得脸花缭乱 一时间不知往哪里追 好不容易才发现布莱恩和皮尔斯的车子 立即围追堵截 终于把这两辆车逼得无路可走 可是从车里走出来的 却是布莱恩的好友太极和舒奇 原来布莱恩和皮尔斯在车库里换车了 这样一来 当地警察 海关 FBI都找不到他们了 摆脱追击后 布莱恩 皮尔斯和卡特的手下无比兴奋 而带人在机场附近监视卡特的马卡姆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以为布莱恩和皮尔斯逃跑了 气急败坏地提前开始行动 带人上前抓捕卡特 结果发现卡特根本没在车里 他们中计了 与此同时 皮尔斯对身边的卡特手下动手了 他和布莱恩前一天找朋友在车上安装了机关 于是他一按按钮 卡特手下就被弹出了车子 布莱恩也想如法炮制 但当天的第二个意外发生了 坐在他车上的卡特手下忽然说 去海边在那里交接 布莱恩无比震惊 此时他才知道 真正的交接地点竟然不是机场 只好放弃把卡特手下弹出车的念头 默默放下手中的按钮 在匆忙通知皮尔斯交接地点有变后 布莱恩来到海边 见到了早就在这里等候的卡特和莫妮卡 拿到钱后 卡特突然举枪对准莫妮卡 原来他已经知道莫妮卡是海关的人 然后他交代手下杀死布莱恩 就押着莫妮卡上了游艇 卡特的手下把布莱恩带到车上 掏出枪准备动手 布莱恩猛按按钮 但不知为什么按钮失灵了 危机关头皮尔斯及时赶到 驾车撞了过去 布莱恩趁车子被撞 卡特手下分神 上去抢对方手里的枪 皮尔斯也过来帮忙 两个人联手打昏卡特的手下 随即上车狂追已经开动游艇的卡特 看到布莱恩不断加速 皮尔斯胆战现金 大喊你疯了 想要干什么 就在下一秒 布莱恩驾车腾空而起 跨越水面飞到游艇上 卡特端几枪想干掉他们 但眼击手快的布莱恩 抢先开枪击倒卡特 倒在地上的卡特 还想捡几枪做最后一波 但莫妮卡走过来拿起了枪 卡特无计可施 束手就擒 没多久 马卡姆带人赶来 带走了卡特和黑钱 并且履行承诺 为布莱恩和皮尔斯清除了暗地 任务圆满完成 布莱恩和皮尔斯告别 比尔金斯 莫妮卡转身离开 两人迈着轻松的步伐 边走边聊 布莱恩提议 开一家汽车修理厂 皮尔斯疑惑地问 怎么开 布莱恩四处看了看 见没有别人 就对皮尔斯说 我知道你的口袋不是空的 皮尔斯心领神会 露出得意的笑容 揭开衣服 展示藏在身上的钱 原来他早就从车上的袋子里 偷偷拿了些黑钱 布莱恩和皮尔斯同时大笑 然后并肩向前方走去 电影结束 东京一直是改装车爱好者的天堂 复杂狭窄的街道就是他们的战场 一向以生命为赌注的赛事即将展开 这场东京狂飙 谁能成为飘逸之王 下期速度与激情3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速度与激情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速度与激情3 前两部中 布莱恩先后在洛杉矶 迈阿密上演速度与激情 第三部 新的赛道英雄闪亮登场 将在最考验飘逸技术的东京 上演急速狂飙 而赌注竟然是人命 高中生尚恩在放学后来到停车场 准备开车回家 这时旁边的一位美女主动跟他搭讪 还对他抛媚眼 尚恩就跟对方聊了几句 哪成想美女的男朋友克雷 看到这情形后 醋意大发 走过来想羞辱尚恩 可惜他说不过尚恩 他恼羞成怒 扔出棒球撒碎尚恩的车玻璃 尚恩可不会忍气吞声 马上拿出棍子 要教训对方 看到尚恩不怀好意的笑容 和镇定自若的表情 克雷觉得 这人是个打架好手 心生俱异 不敢迎战 但碍于面子 也不能服软 只好尴尬的站在原地 一言不发 还好 女友及时出来解围 说不如用赛车的方式解决 谁赢 我就归谁 听了这话 克雷虽然感觉有些别扭 但还是长输一口气 毕竟赛车比动手强 何况自己的车比尚恩的车强多了 怎么看都不会输 而面对一向喜欢飙车的尚恩来说 这样的提议更是郑重下怀 于是两个人开始赛车 克雷的车动力确实强劲 很快取得领先地位 而他的几个朋友 还用另一辆车赌尚恩 尚恩集中生智 拐进一条小路 避开克雷的朋友 然后发力猛追 一路上 由于开得太快 他在经过弯道时 几次撞到路边 显向还生 索性他总能及时调整 凭借这种略显粗糙 又蛮不讲理的车技 尚恩终于追上了对手 看到尚恩与自己并驾齐驱 身边的女友 则在和对方眉目穿情 克雷怒从心头起 不断用车撞尚恩的车子 结果在尚恩猛地一转弯后 克雷扑空了 静止撞向一旁的水泥管 车子停了下来 不过尚恩由于转弯过猛 车子也失去了控制 虽然率先冲过终点赢得比赛 但车子突然侧翻 打了几个滚 摔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由于参加非法塞车 尚恩 克雷和他的女友 都被带到了警局 三个人的待遇大相径庭 克雷和女友的父母都有权有势 很快把两个人保释出去 尚恩则由于有非法飙车的前科 要被起诉 正当尚恩无比郁闷时 他的母亲来到警局 苦苦哀求警察放儿子一马 尚恩本以为母亲会和警察达成协议 搬家离开这里 因为以往自己犯事都是这么操作的 没想到母亲在和警察商量后 竟然决定把他送到东京 让在那里工作的尚恩父亲照顾他 于是尚恩很不情愿地去了东京 父子二人相见后 父亲语重心长地教育尚恩 说你母亲送你到这里也是不得已 否则你就得进监狱 总不能每次你闯祸就搬家 不过尚恩根本听不进去 而且由于父母早已离异 他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所以对于父亲也并不是很亲近 父亲看到儿子这么倔强 就说在我这住要守规矩 一是放学后马上回家 二是别碰任何车子 三是十点准时熄灯 尚恩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第二天尚恩去上学 刚进教室就吸引了漂亮女同学 尼拉的注意 到了中午尚恩去食堂吃饭 正当他津津有味地欣赏 别有风情的异国食物时 同样来自美国的学生温克 坐到了他身边 向他推销各种商品 可是尚恩对于温克拿出来的笔记本电脑 手机球鞋都没有兴趣 倒是在看到温克刚买的方向盘时 眼睛一亮 就问对方开什么车 温克一听就笑了 说我的车可是独一无二的炫车 说完就带尚恩去了一个地下赛车场 标车族们正在地下赛车场聚会 尚恩在这里看到了各种炫车 兴奋不已 立马就忘记了父亲订的不准碰车的规矩 接着他看到美女同学尼拉开车来了 就过去搭话 正当两人相谈顺欢时 尼拉的男友DK过来了 用言语挑衅尚恩 尚恩不甘示弱 反唇相机 温克看到后大惊失色 马上过去劝尚恩离开 还说DK很不好惹 因为他叔叔是当地黑帮山口组的老大 但尚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继续跟DK唇枪射战寸步不让 见两人争执不下 DK的朋友阿汉提出 让他们飙车已较高下 奇怪的是 阿汉还把自己的车借给没车的尚恩 显得对这个美国人很感兴趣 看到阿汉借给自己的车后 尚恩愣住了 他也算懂航 知道这辆改装车的性能十分出色 就在这时 温克过来提醒他 DK的飘移技术出类拔萃 没想到尚恩根本不懂什么是飘移 一知半解的温克简单讲了两句 发现尚恩仍是一脸茫然 无可奈何的笑了 说你别把阿汉的车撞坏就行 比赛随即开始 尚恩完全没有想到 在东京赛车和在美国天差地别 这里的赛道异常狭窄 而且弯道特别多 极为考验飘移技术 但尚恩只会横冲直撞 根本不懂飘移 于是每逢弯道都到处乱撞 而DK的技术十分出众 利用完美飘移 游刃有余地开过各种弯道 甚至在途中停下车 轻松地等尚恩追上来 DK很快就到达了终点 观众们见了 发出阵阵欢呼 过了好一会儿 尚恩才开回来 看到他把车子撞得面目全非 大家连连摇头 唯独车主阿汉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似乎对车子变成废铁 毫不介意 比赛满败 又眼睁睁地看着DK搂着尼拉离开 尚恩很不甘心 但确实记不如人 只好灰溜溜地回家 回家后 父亲猜到他又去飙车 语气激烈地警告他 说你回美国就要坐牢 想在这里住就要遵守我的规矩 否则就滚 看父亲一脸严肃 尚恩没有反驳 点了点头 此日 尚恩发现自己成了学校的名人 所有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他 显然都知道他赛车出球的事情 尚恩十分郁闷 放学后 他意外地看到阿汉在校门口等自己 就走过去说 我把你的车撞坏了 但我会还钱的 阿汉说 你当然要还钱 随即开车带尚恩到了一家公共浴室外 让尚恩进去 帮自己找一个有刺青的人要债 尚恩进了浴室后 发现欠债人竟然是位相铺利时 看到对方巨大的身形 尚恩心理直打鼓 但还是鼓足勇气上前 结结巴巴地说 我来帮阿汉要债 结果竟然被对方扔出浴室 不过相铺利时 最终还是还钱给了阿汉 阿汉收下钱后 看着坐在地上灰头土脸的尚恩 忍不住笑了出来 随后又领着尚恩去找DK 路上阿汉对尚恩说 你欠我钱 这段时间就替我跑腿吧 很快 两个人就见到了正在打麻将的DK DK看到尚恩来了 露出不屑的表情 他的得力手下森本 更是对尚恩的车技冷嘲热讽 尚恩马上还嘴 说要不咱们比一场吧 森本答应了 于是DK和阿汉商议好 各自拿出一部好车作为赌注 接着DK让尚恩出去 他要和阿汉谈生意 看到尚恩离开 DK把脸一沉 问阿汉 那笔钱什么时候给我 阿汉则一脸轻松 说别着急 我很快就会搞定 聊完生意后 阿汉带着尚恩去了自己的大本营 尚恩发现 这里简直是飙车组的天堂 看得眼花缭乱 阿汉居然给了他一辆性能强悍的车 尚恩大惑不解 问这是什么意思 阿汉说 你要替我赢得和DK的赌注 我难道会让你开烂车吗 尚恩听了嘴角翻起一丝微笑 光有好车还不行 尚恩的车技也有待提高 第二天阿汉开始训练他 叫他飘移 结果第一次接触飘移的尚恩连连撞车 阿汉的手下看得啼笑皆非 纷纷出言讥讽 旁边两个悠闲钓鱼的人也看不下去了 连连摇头叹息 就连阿汉都一脸苦笑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尚恩的赛车天赋很高 训练也很刻苦进步神速 接着阿汉又带尚恩去山路 让他用心体会飘移技术 在这种真实的比赛环境中 尚恩的技术水平再上层楼 与DK手下森本赛车的日子到了 尚恩自如地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精湛的技术 轻松战胜森本 森本没想到会输给不久前 还不知飘移为何物的尚恩 气得猛打方向盘 甚至流下泪来 输掉赌注的DK也是脸色铁青 把车钥匙扔给阿汉后 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尚恩则质得意满地享受着围观众人的欢呼 尚恩赢得比赛后 尼拉对她好感倍增 两人相约去餐厅吃饭 吃饭时 尼拉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她从小和酒郎工作的母亲相依为命 但她在十岁时 母亲因病去世 后来她被DK的奶奶收留 尚恩听了心生怜意 对尼拉说 自己小时候的生活也不如意 父母在她三岁时离婚 而她总是惹事 倒是母亲不停搬家 接着尚恩告诉尼拉 不管以前如何 一定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并努力争取 看着一脸坚毅的尚恩 尼拉忽然感觉跟对方擦出了火花 次日尚恩正在练车 DK竟然带着手下来了 他理都不理来大话的阿汉 杀气腾腾地走到尚恩面前 二话不说 连续挥出几机重拳 打得没有防备的尚恩跌倒在地 蛮醉是血 原来DK知道尚恩和尼拉约会了 所以过来教训她 还警告她离尼拉远点 说完开车就走 尼拉得知尚恩被打后 怒气勃发 找到DK说要分手 DK当然不肯 两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尼拉很难过 随机去找尚恩诉苦 而在她离开后 DK竟然意外地看到叔叔来找自己 见到身为山口组老大的叔叔 一向飞扬跋扈的DK换了服面容 满脸对象毕恭毕敬 寒暄几句后 叔叔单刀止入 对DK说 你的生意伙伴在黑我们的钱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听了这话 DK收起笑容 神色慌张地说 被黑的钱应该不多 否则自己一定能看出来 但叔叔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让他赶紧解决这件事 说完就离开了 原来DK一直在和阿汉合作洗钱 而阿汉从中做了手脚 DK完全没有想到 有人敢黑自己的钱 怒气冲冲地去了阿汉的车库 咬牙切齿地走到阿汉面前 一句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拳 接着揪住阿汉的衣服 恶狠狠地说 你居然敢黑我的钱 这时也在车库里的尼拉 走了过来劝阻DK 结果DK看到尚恩 就站在尼拉身边后 更加生气 甚至连眼睛都红了 立马掏出枪指着阿汉 阿汉倒是镇定自若 露出嘲讽的笑容 说没有我 你还能做什么 眼见局面紧张 激紧的温克 趁没人注意自己 跑过去启动车库的闸门 DK听到声音 下意识回头看 阿汉趁机打掉他的枪 而尚恩也抓住这个机会 达到盯着自己的森本 趁着场面一片混乱 阿汉赶紧上车逃离 尚恩也带着尼拉 上了自己的车 可是刚要启动车子 就看见阴魂不散的森本 挡在车前 嚣张地说 撞我啊 如他所愿 尚恩想都没想 立即开车 撞倒森本扬长而去 DK和森本 随即气急败坏的上车追赶 DK的目标是阿汉 森本则对尚恩紧追不舍 四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在车流中左右穿梭 还不时上演飘移神迹 对尚恩恨之入骨的森本 逮到机会 驱车撞向对方 没想到被尚恩躲开 而他自己的车 竟然被对面开来的车子撞翻 DK见状大怒 开足马力追了过去 片刻后 尚恩的车被一辆车撞到 失控停在路边 几乎是同一时刻 DK猛踩油门 居然超过了阿汉的车 再来个180度掉头 车头对准阿汉车头 然后掏枪就射 阿汉驾车左躲右闪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DK的纠缠 但却被迎面而来的车子撞翻 尚恩看到阿汉的车 在空中翻转几周后 重重落在地上 而车里的阿汉表情痛苦 显然受伤不轻 赶紧过去救助 可是才跑两步 被撞坏的车子就起火爆炸 阿汉葬身活害 看到这一幕 尚恩惊呆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强义悲愤带尼拉回家 可是刚到门口 DK就出现了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尚恩冲过去猛揍DK 但DK猛地举起枪指着他 危机时刻 尚恩的父亲听到声音出来了 也用枪指着DK 这时尼拉主动要求跟DK回去 算是化解了僵局 尼拉和DK离开后 尚恩父亲让儿子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美国 但尚恩不同意 说这是自己闯的祸 不能逃避 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父亲听了露出欣慰的神情 不再劝阻 接着尚恩回到车库和温客会合 温客说 我们得罪了山口祖老大 在东京太危险了 还是赶紧离开吧 但是尚恩心意已决 说要去见DK的叔叔 了结这件事 温客拗不过他 就把阿翰和DK的钱交给了他 说你想活下去 就要靠这笔钱了 然后尚恩单刀附会 一个人带钱去了山口祖大本营 见到DK叔叔后 先还钱 接着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就是由他和DK飙车 如果他输了 就交出自己的命 赢了山口祖就要放他一马 DK叔叔觉得这个提议很好 可以让办事不力 惹自己生气的DK和尚恩 自行解决就同意了 第二天 尚恩开始为比赛做准备 而首要任务就是找一辆战车 可是阿翰车库里的车 都被警方拖走了 偌大的车库 只剩下当初阿翰借给他 结果被他开成废铁的那辆车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尚恩忐忑不安地 打开这辆车的引擎盖 惊喜地发现 发动机竟然没坏 于是他把父亲亲手装的一辆车借来 取下各种配件 安岛阿翰的车上 组装出一辆新车 并在阿翰手下的帮助下 不断测试优化 结果车子的性能达到了要求 不过温客忧心忡忡地告诉尚恩 虽然现在有了合格的战车 但他的胜算仍然不大 因为赛道是一条险峻山路 曾有很多飙车高手挑战这条山路 但成功走完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DK 尚恩听了陷入沉思 比赛的日子到了 DK叔叔亲自到现场观战 尚恩和DK的车子并排停在起点 叙事待发 而车里的两个人神态各异 尚恩没有了以往飙车时的兴奋 一脸平静凝视前方 旁边的DK则一直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他 比赛开始 两辆车同时冲出 上演极度狂飙 这条赛道危机四伏 不但异常狭窄 而且弯道极多 尽管DK和尚恩都是飘逸高手 仍然连续惨欲险轻 而DK不愧是亡命之徒 即使在这样的比赛环境中 也不断寻找机会撞向尚恩 但都被尚恩化解掉了 眼看两人势均力敌 脚体领先 观战的温克等人紧张不已 尼拉更是时而悠行于色 时而心中窃喜 现场观众中 也只有叼着雪茄的DK叔叔 看上去泰然自若 比赛很快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DK热血上涌 几乎癫狂地不停撞击尚恩的车 不过尚恩显得十分冷静 在看到前方出现急窄路段后 他紧急刹车 DK始料不及一下子扑空 车子竟然摔到了山下 胜负已分 尚恩长输一口气 温克等阿汉手下更是大声欢呼 雀跃不已 尚恩稳稳开到终点后 温克等人一涌而上 祝贺他赢下了这场 以生命为赌注的比赛 尼拉也安纳不住内心狂喜 跑到尚恩身边 用柔情似水的目光 盯着眼前这个男人 DK叔叔则面沉似水 冷冷地扫了一眼 侥幸捡回一命 但狼狈不堪的DK后 他缓缓走到尚恩跟前 先是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尼拉 随即将目光移到尚恩脸上 说你们自由了 然后转身离开 事情就此了结 此后尚恩和温克等人合作 把阿汉的大本营 再度恢复成飙车族的乐园 而他和尼拉的感情 更是一日千里 一天 一个自称在亚洲 飙车所向无敌的人 来找尚恩比赛 尚恩当时正忙着和尼拉 谈情说爱 就说改天再比 但那个人竟然说 和阿汉是朋友 是一家人 听了这话 尚恩愣住了 思索片刻终于答应了 尚恩很快 驾车来到了比赛起点 看着一旁车里的对手 说你的车不错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对手竟然是在 第一步中亮相的 飞车党老大多姆 他漫不经心地对尚恩说 这车是几年前 从阿汉手中赢过来的 听了这话 尚恩露出微笑 多姆也跟着笑了起来 片刻后比赛开始 又是一场东京狂飙 电影结束 卧底警察布莱恩 和飞车党老大多姆 曾在第一步中 上演恩怨情仇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两人竟然要联手作战 究竟是什么 让他们抛开往日恩怨 他们又将面对 怎样可怕的敌人呢 下期 速度与激情4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 速度与激情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 速度与激情4 在速度与激情1中 警探布莱恩 卧底劫肺集团 最终却为了请义 放走飞车党老大多姆 此后布莱恩去了迈阿密 一路狂飙 多姆则远走海外避祸 那么这两个义气男儿 还能再次聚首吗 第四步开始 多姆离开美国后 逃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这里 他依然带着兄弟们 利用高超的车技行结 只是打劫的目标 不再是电子仪器 而是在当地 价值堪比黄金的汽油 一天 一辆长长的油罐车 在公路上正常行事 果然不知 自己已经成为一帮 法外狂徒的目标 三辆轿车突然杀出 紧紧跟随油罐车 而多姆就在其中一辆车里 镇定自若的指挥伙伴 随着他一声令下 行动正式开始 多姆和女友莱蒂的配合 十分默契 在莱蒂跳上油罐车后 他立即绕到油罐车前 再减速 以此控制目标车辆的速度 方便同伴行事 接着多姆的同伴之一 曾在第三步中出现的 飙车好手阿翰猛然加速 车子逼近油罐车后 随即掉头 再从车后面放下挂钩 勾住油罐车 然后来地用液氮喷浸 把油罐车后面两节油罐 和车子连接的挂链迅速冷冻 再用锤子敲杂挂链 于是两节油罐和油罐车分离 被阿翰的车子拖向反方向 两节油罐轻松到手 多姆等人喜行余色 接下来 驾驶另辆车的跌狗如法炮制 加速逼近油罐车 掉头放下挂钩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眼看又要截下两节油罐 可就在这时 油罐车司机通过后视镜 发现了站在自己车上的来地 心之不妙 也不管多姆的车挡在前方 猛踩油门 而由于油罐车突然加速 来地脚下不稳 险些摔下去 虽然及时抓住了把手 但身上的作案工具锤子掉了下去 眼见情况危急 多姆果断命令跌狗摘下挂钩 取消行动 哪想到花音刚落 车子就被油罐车撞上 而油罐车司机更是掏枪向他射击 多姆临危不乱 躲过子弹 然而由于油罐车不断变相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跟在车后的跌狗想尽办法 也不能摘下挂钩 两车依旧紧紧相连 关键时刻 多姆让莱蒂用液氮喷剂 喷后两件油罐车和油罐车相连的挂钩 莱蒂以为是让自己砸碎挂链 无奈地说锤子早就掉下去了 多姆也不解释 告诉莱蒂照做 在莱蒂碰完挂钩后 多姆驾车来了个大甩头 用车尾狠狠地撞断了挂钩 又拿下两件油罐 这时前方出现了一段很长的下坡路 其中还有一个大弯道 而油罐车司机由于开得太快 已经控制不住车子 马上跳车逃走 多姆随即开车贴近 把手伸出车窗 要救还在油罐车上的莱蒂 莱蒂猛地跳下 正好被多姆抓住手臂 惊险地回到了多姆车上 不过险轻仍未完全结束 没有司机的油罐车彻底失控 撞向多姆的车 多姆赶忙加速避开 但油罐车随即撞在路边翻倒起货 并且翻滚着冲向多姆的车子 而多姆的应对却是出人意料 他在猛踩油门拉开距离后 立即掉头 停下车镇定地看着 还在冲过来的着火的油罐车 眼看熊熊大火越来越近 莱蒂慌了大叫多姆的名字 多姆则是一脸平静 看准时机后 高速冲向迎面而来的油罐车 就在不停翻滚的油罐车 脱离地面翻到空中的一刹那 多姆的车子从油罐车下方的火焰中 穿了过去成功脱险 片刻后油罐车爆炸 向山下跌去 看着这一幕 多姆和莱蒂都长输一口气 有惊无险大功告称 多姆很快卖掉到手的汽油 分钱给同伴 拿到钱后 Diego等人兴奋不已 叫嚷着要再干一票 唯独阿汉忧心忡忡 他对多姆说 警察已经盯上我们了 之前就搜查了我们的修车厂 这次截油罐车闹出这么大动静 肯定会惊动警方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多姆明白 阿汉的顾虑有道理 也知道警方的主要目标是自己 为了不拖累兄弟们 他决定撤火 于是告诉阿汉 去做想做的事 阿汉则说要去东京赛车 看到阿汉懂自己的意思 多姆很是欣慰 不过他最担心的还是女友莱蒂 就劝莱蒂和自己分开 可莱蒂对他一片痴心 无论如何都要留在他身边 没办法 多姆只有在夜里 趁女友睡着时偷偷留掉 离开前 他默默注视着莱蒂 眼中流露出千种柔情和万般不舍 然而为了不让对方 一辈子都跟着自己东躲西藏 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他还是在留下刚刚分道的前后 黯然离去 镜头一转来到洛杉矶 西装隔旅的布莱恩 正在拼命追赶着一个光头刺青男 一阵追逐后 他扑倒刺青男 掏出枪对准对方 刺青男吓得脸色都变了 说你要找的人叫大卫帕克 原来布莱恩在第二步中 协助警方破获洗钱集团后 私放多姆的案底被清除 并且重新回到了FBI 最近正在调查一个贩毒集团 警方之前已经查了这个集团两年 但手中关于集团首领布拉加的信息很少 甚至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 多大年纪 派去贩毒集团的三名卧底也相继被杀 这次布莱恩从刺青男口中得到消息 知道一个叫大卫帕克的韩国人 正在召集接头车手帮布拉加运毒 所以他提议先找到大卫帕克 再顺藤摸瓜拿下布拉加 画面一转来到巴拿马 和伙伴及女友分开后 多姆一个人来到这里 过着平淡的日子 一天他突然接到妹妹米亚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 米亚语调沉痛地告诉他 莱蒂遇害身亡 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 多姆愣住了 他们以为自己离开后 莱蒂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万万没想到 当日的不辞而别竟然成了永别 几天后 莱蒂的葬礼在洛杉矶举行 多姆冒着极大的风险回来了 但不敢出席 只能站在远处 眉头紧锁默默地看着 奇怪的是 布莱恩也来到了葬礼现场 可曾经的恋人米亚和他早就不再联系 他又怎么会知道莱蒂去世了 在葬礼上满脸沉痛的布莱恩 在得知多姆回来后 马上望向远方 尽管没看见多姆 但他知道 对方一定就在附近 当晚 多姆找到妹妹米亚 让妹妹带自己去莱蒂被害的现场 在事发现场 根据种种痕迹 多姆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境 莱蒂的车子被人撞翻 那人走下车 举腔对准已经奄奄一息的莱蒂 同时他还发现 地上有黄色的灼痕 这证明凶手的车子用了消极甲弯 而在洛杉矶 只有一家店买消极甲弯 第二天 布莱恩刚到FBI 就发现同事迈克把米亚带来了 他知道同事是想通过米亚找到多姆 于是用了调虎离山之计 引开迈克把米亚放了 然后他告诉米亚离多姆原店 免得受牵连 还向米亚道歉 说当初不得已伤害了他 米亚则对布莱恩冷嘲热讽 说他不是装成坏人的好人 而是装成好人的坏人 临走时 米亚问布莱恩 当初为什么要放了多姆 但布莱恩却说不知道 与此同时 多姆去了那家卖消极甲丸的店 找到老板 说要找一辆来过这里的改装车 接着说了通过来地遇害现场痕迹 推断出的凶手车子的信息 老板起初态度很嚣张 不肯说 但多姆勃然大怒 威胁要杀了他 老板当时就怂了 说开那辆车来过这里的是个韩国人 叫大卫帕克 多姆随即去找帕克 一见面就掐住对方脖子 问那部改装车究竟是谁开的 帕克下的面如土色 结结巴巴的说 自己只是中间人 不知道车子后来给谁开了 而在见到多姆明显不满意这个答案后 他赶紧补充说 自己可以安排多姆参加布拉加选拔车手的比赛 这样多姆就有机会知道谁在开那辆车 不过多姆还是不满意 抱起帕克就把他向窗户砸去 玻璃被砸碎后 帕克则大头朝下悬在空中 全靠一条腿被多姆拉着 才没从楼上掉下去 就在这时 同样来找帕克的布莱恩刚好到了楼下 听到玻璃破碎声 抬头一看发现是多姆正在逼供 立马跑上楼拔枪对准多姆 劝他把帕克拉下来 背对布莱恩的多姆听出对方的声音愣了一下 而在听到布莱恩说 莱蒂是因为替布拉加运毒才出事的 多姆表示一定会杀了布拉加 然后突兀的松开 倒挂空中不断哀求的帕克的腿 幸好帕克反应够快 及时抓住窗户 布莱恩也赶忙上前拉住他 而多姆则趁这个机会逃走了 布莱恩随即把帕克带回FBI 结果同事迈克一见到他就过来质问 为什么放走米亚 布莱恩非但不解释 还狠狠揍了迈克一顿 迈克气得蹊跷生烟 想要还击 却被上司阻止 只好恨恨离去 接着上司意味深长地告诉布莱恩 做这一行一定要学会收敛 帕克被带到FBI后 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合盘托出 说布拉加贩毒集团已经找到三名运毒的车手 而且就在明晚 集团的二号人物雷蒙要举办车赛 再选拔一名车手 作为中间人 帕克答应安排布莱恩去参赛 比赛的日子到了 布莱恩来到赛场 意外地看到多姆也来参赛 并且得知这次比赛与众不同 没有封路 而是在每个人车上安装一个导航 按照导航提示的路线进行比赛 随着引擎宣轰轰鸣大作 布莱恩多姆和另外两名车手 同时驾车前冲 比赛正式开始 四辆车在大街上高速行驶 同时还要在车流中左斗右闪 难度极高 留着大胡子的参赛车手反应稍慢 就被一旁驶来的车撞翻 糟糕的是 车子竟然朝着布莱恩飞了过去 布莱恩眼急手快 赶紧避开 可是也因此偏离了导航线路 落后于多姆和一位戴着帽子的车手 布莱恩心急如焚 拼命追赶 终于回到正确路线 看着前方不远处的多姆 他兴奋地大喊 我回来了 此时多姆和帽子男几乎是并驾齐驱 帽子男为了获胜 驱车不断撞向多姆的车 多姆不慌不忙 冷静应对 在对方再次撞过来的一瞬间 突然加速 车子猛地向前窜出 帽子男猝不及防 扑了个空 车子翻到了桥下 于是还在朝前进发的 只剩下多姆和布莱恩 眼看就要到达终点 多姆率先加速开始冲刺 布莱恩健壮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 说你加速太早了 随即也开始加速 可是眼看他就要超车成功 经验更为老道的多姆 突然用车身撞向布莱恩的车尾 布莱恩的车子一下子失去控制 转了好几个圈 就这样多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多姆不仅赢了比赛 还赢得了布拉加贩毒集团中 一位美女吉塞尔的好感 当场就向他索要电话号码 而布莱恩则遭遇了双重打击 不但输掉比赛 还被一位此前已经被选中 打扮成牛仔的车手席落一番 不过看着眼前这个讨厌的牛仔男 布莱恩倒是灵机一动 记上心来 想出了进入布拉加车队的办法 镜头一转 牛仔男正在住处狂欢 突然一群FBI探员闯进来 以私藏毒品的罪名抓捕了他 牛仔男惊慌是错 说我从不碰毒品 没想到一位戴着面罩的探员 竟然掏出一袋毒品仍在他面前 这名探员当然就是布莱恩 在给牛仔男安了藏毒罪名后 他成功地以替补身份 进入了布拉加的车手队伍 不久后 布莱恩和多姆去参加 负责车手队伍的雷蒙举办的聚会 雷蒙见到两人非常热情 交谈中他留意到 布莱恩和多姆彼此间说话带刺 疑惑地问你们是不是认识 多姆说他泡过我妹妹 雷蒙听了哈哈大笑 对布莱恩说你真走运 竟然没被多姆干掉 趁着气氛比较融洽 布莱恩旁敲侧击地打听布拉加的情况 但雷蒙的回答滴水不漏 只是说了些场面话 没透露任何具体信息 说完就起身离开了 布莱恩小心翼翼地跟过去 结果发现 雷蒙走进僻静的房间和一个老头谈话 他觉得这老头很有可能就是布拉加 与此同时 多姆也在寻找自己的目标 他四处观察 终于找到了那辆导致莱蒂死亡的改装车 就在他用复杂的眼神盯着这辆车时 对他有意的美女吉塞尔走了过来 以为多姆喜欢这车 就告诉他车是费尼克斯的 还说运渡时 费尼克斯会给多姆布莱恩他们带路 多姆知道了仇人的名字 虽然脸色不变 但内心却掀起波澜 接着吉塞尔挑逗地问 多姆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多姆按照莱蒂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仔细描述一番 听得吉塞尔郁闷不已 兴兴地说 跟我一点都不像 次日 布莱恩把前一晚偷偷拿到的 雷蒙和那个老头用过的杯子 带到FBI 让同事查指纹 然后就收到了吉塞尔的通知 让他去集合地点准备行动 布莱恩到达集合地点后 发现雷蒙的手下十分警觉 要检查每辆车 为了安全起见 他只得毁掉FBI装在自己车上的追踪器 接下来 他和多姆及其他车手 被带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而他们将在杀害莱蒂的菲尼克斯的率领下 把毒品运入墨西哥境内 向墨西哥进发的路上 多姆等人虽然被边境守卫 通过热信号搜索装置发现 但马上就进了峡谷中的隧道 信号也随之消失 跟着守卫派出直升机 而且要关闭隧道 这样一来 留给他们通过隧道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三十秒 好在这些人 个个都是飙车好手 使出浑身泄数 终于在隧道门关闭前一秒 顺利通过 菲尼克斯带领着多姆等人 到了交货地点 与街头人见面 而在把毒品装上货车后 他马上翻脸 掏出枪就要杀人灭口 多姆早有准备 悄悄打开车上的一个开关 释放消极甲烷 然后用仇恨的目光 盯着菲尼克斯 说是不是你杀了莱蒂 菲尼克斯恍然大悟 眼前这人是来报仇的 不过他毫无惧色 对多姆说 是我干的 那又如何 多姆随即用遥控装置 点燃车内的消极甲烷 车子起火爆炸 当场众人都没有防备 纷纷被气浪掀翻 趁着现场一片混乱 布莱恩抢过一把枪 打死几个街头人 而多姆虽然连续 打倒几个菲尼克斯的楼落 却也被一枪击中了肩膀 好在布莱恩开着装毒品的货车 骑士过来 把多姆救上车一起离开 到达安全地带后 布莱恩和上次联系 上次让他把毒品和多姆都带回来 但布莱恩犹豫再三 却把货车存在警方的扣车场 然后送受伤的多姆回到住处 再找来米亚 让他给多姆处理伤口 接着三个人一起吃饭 而布莱恩忽然有了种奇怪的感觉 觉得似乎回到了卧底飞车党时 和多姆兄妹亲入一家的状态 换后他对米亚说 当初放走多姆 是因为那时尊重多姆胜过自己 还说从多姆身上学到一点 就是人必须有自己的生活准则 米亚问他的准则是什么 布莱恩略做斯多 说我还在找 两个人聊天时 正在整理莱蒂遗物的多姆 发现了一部手机 他随手拨通了上面的一个号码 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布莱恩 多姆全明白了 莱蒂竟然是在给布莱恩当卧底 想到自己深爱的女人因此丧命 他怒火中烧 上前暴打布莱恩 清急之下 布莱恩只好说出真相 原来 莱蒂是主动要求当卧底的 因为他想帮助FBI抓住布拉加 以此来换取多姆的自由 听到真相 米亚惊得合不拢罪 多姆则是一脸痛苦 不再打布莱恩 转过身去 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前进 第二天 布莱恩回到FBI 告诉上次 他会和多姆利用那批毒品 把布拉加引出来 帮助FBI抓获大毒销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FBI要清除多姆的案底 上次虽然不太情愿 但大局为重 只好妥协 接着多姆打电话给雷蒙 说让布拉加亲自拿现金来换毒品 雷蒙稍作有欲 就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 布莱恩和多姆提前到达交易地点 他把自己和FBI的协议告诉多姆 但多姆笑着说 FBI的承诺信不过 很快 雷蒙带着菲尼克斯 吉塞尔等人来了 问毒品在哪 但布莱恩却说 只有布拉加亲自拿钱来 自己才会拿出毒品 雷蒙无可奈何 就对着身后做了个手势 然后一个老人走下车来 拿着钱走向布莱恩和多姆 正是布莱恩曾经见过的那个老头 看到神秘的布拉加终于现身 布莱恩却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就问对方 你当初越狱时穿的是粉色衣服吗 没想到老头竟然一脸紧张 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布莱恩和多姆同时意识到 这个人并不是布拉加 而就在这时 FBI方面也通过面部识别 查到了惊人的真相 原来雷蒙才是真正的布拉加 可是还没来得及调整部署 负责抓人的麦克抢功心切 居然提前行动 警匪双方随即开枪互射 场面一片混乱 而由于现场警察 不知道雷蒙的真实身份 对他重视不够 被他抓住机会开车逃走 雷蒙也就是布拉加 急于逃命车速极快 眼看就要撞到吉塞尔 欠军一发之际 多姆不顾危险 猛冲过去扑倒吉塞尔 救了他一命 然后带着吉塞尔离开 由于FBI没有抓住布拉加 布莱恩背了黑锅被停职 但他不想放弃 想去找多姆合作 再继续对付布拉加 米娅看着自己最爱的两个男人 又将面临险境 但也知道自己无法劝阻 只能默默流泪 布莱恩健壮无比心疼 走过去温柔的亲吻米娅 两个人之间的激情 瞬间复活 热烈的稳在了一起 接着多姆和布莱恩 通过吉塞尔提供的信息 去找逃到墨西哥的布拉加 趁布拉加在教堂祷告时 他们突然现身 把这个大毒枭带上车 要返回美国 但布拉加的手下们 很快就发现了 随即紧追不舍 眼看追兵越来越多 已经带着布拉加 到达边境的布莱恩 灵机欲动 告诉多姆 近他们曾经走过的隧道 然后他一马当先 冲进隧道 彻底出众的菲尼克斯 紧随其后 多姆则因为连续开枪 打爆追击车辆的轮胎 速度受到了影响 又过了一会儿 才进入隧道 而布拉加的手下 也紧紧跟着他 还不断地向他开枪 熟悉地形的菲尼克斯 很快追上布莱恩 布拉加见状 哈哈大笑 结果挨了布莱恩 狠狠一种 而在他们身后 紧追多姆的布拉加手下 因为车技欠佳 在弯道层出不穷的隧道中 连连撞毙 片刻后 布莱恩遭遇危机 车子被菲尼克斯 撞得飞出隧道 而多姆也在同一时刻 被对手逼到 无路可走的绝境 不过他反应极快 立即跳上一辆追来的车子 把车上的布拉加手下推下去 下一秒 他自己那辆车 就狠狠撞到墙上 起火爆炸 多姆随机猛踩油门 迅速冲出隧道 跟着就看到 菲尼克斯从翻滚的车子中 救出布拉加 正要向倒地不挤的布莱恩开枪 多姆马上全速冲向菲尼克斯 菲尼克斯调转枪口 向多姆开枪 但连续几枪都没打中 眼看车子就要来到近前 他慌张的准备闪躲 没想到 躺在地上的布莱恩突然出手 紧紧抓住他的脚 动弹不得的菲尼克斯 被多姆的车子撞得飞了出去 大仇得报 多姆不懈地看了 当场死亡的菲尼克斯一眼 随即去救受伤不清的布莱恩 但马上就有警笛声传来 布莱恩让多姆快走 可多姆居然说不想再逃了 布莱恩明白他的心意 也就不再劝了 两个人相识一笑 默契于心 多姆被抓了 在法庭上 虽然法官承认 他帮助FBI抓获大毒销布拉加 却还是判了他25年的监禁 而且不得假释 旁边的布莱恩 没想到FBI真的不受承诺 出尔反尔 愤然离开法庭 镜头一转 多姆表情凝重地坐在球车里 正在被送往防护措施最严密的监狱 突然三辆车冲了出来 不断靠近球车 令人震惊的是 坐在其中一辆车里的 居然是表情异常坚决的布莱恩 而米亚也驾驶着一辆车 另一辆车里则是多姆的两个朋友 原来他们要用多姆擅长的手段 接球车救多姆 球车里的犯人们通过车窗 看到三辆神秘的车子开过来 都觉得很奇怪 议论纷纷 多姆则心领神会 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露出诡异的笑容 电影结束 布莱恩能否顺利救下多姆 他是否就此放弃警探身份 与多姆米亚浪迹天涯 下一期速度与激情5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思思 今天继续咱们的速度与激情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 速度与激情5 在第四部中 多姆虽然帮助FBI抓住大毒枭布拉加 但仍然被判了25年的监禁 布莱恩一怒之下 要截球车救多姆 他能成功吗 第五部开始 布莱恩和米亚 弄翻正在前往监狱的球车 成功救出多姆 三个人随后遭到警方通缉 逃亡期间 多姆孤身上路 情投意合的布莱恩和米亚 则形影不离 成为一对亡命鸳鸯 一天 两人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找多姆 但是只见到在当地扎根 已经娶妻生子的多姆老部下文斯 文斯告诉他们 当地黑帮正在策划 从货运列车上抢豪车的大买卖 想邀请两人参加 一起赚点快钱 布莱恩犹豫再三 还是答应了 行动很快开始 布莱恩和米亚 在列车上偷到列车员的车厢门卡 确认了豪车所在的车厢 并且通知同伙 不过布莱恩在发现 豪车竟然是美国缉毒局扣押的脏车后 隐隐觉得事情可能没有文斯说的那么简单 但此时已容不得他多想 因为同伙在接收到信息后 已经开着一辆货车追上了列车 并且用工具切割开这节 装着豪车的车厢门 当车厢门被打开后 布莱恩和米亚惊喜无比 原来多姆竟然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此刻正和文斯等人站在货车上 多姆上了列车后 先和妹妹紧紧拥抱 然后有些不满的对布莱恩说 你就不能安分点吗 布莱恩有些无奈的说 实在是囊中羞涩 不得不搏一把 接着他们按照预定计划 把三辆豪车运到货车上 文斯先上了一辆 组织行动的当地黑帮头目迪瓦则说 自己要开那辆GT40 多姆十分警觉 立即察觉到 对方可能就是奔着GT40来的 这车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过他见惯风浪 没有马上说什么 第一辆豪车被运上货车后 又被文斯开下去 向基钉方向狂奔 迪瓦随即要上GT40 这时一直不动声色的多姆 突然拦住他 还告诉妹妹米亚上车 迪瓦没有当场翻脸 而是偷偷告诉手下 等到了会合地点 再把车抢回来 没想到多姆早有盘算 对米亚说 计划有变 等我电话 米亚心领神会 竟然把GT40开往相反的方向 这下子迪瓦再也不能忍了 带领手下和多姆 布莱恩大打出手 还告诉货车上的手下去追米亚 布莱恩听到后 立即跳上货车阻止对方 可是在把迪瓦的手下打下车后 货车竟然失控冲向列车 卡在车厢上 而且货车一侧漏油着火 布莱恩只能躲到另一侧 抓住车架 整个身子悬在列车外 更糟糕的是 列车马上就要通过桥洞 布莱恩命悬一线 还好多姆已经打倒了迪瓦及手下 看到布莱恩身处险境 他灵机一动上了第三辆豪车 就在这时 列车内负责押运豪车的三名探员赶到 但随即被迪瓦从身后开枪击毙 而当迪瓦在将枪口移向多姆时 多姆果断启动豪车 冲下列车去救布莱恩 布莱恩看到多姆驱车道来 瞅准时机跳上豪车 卡在车厢上的货车 则重重撞到桥洞 起火爆炸 接下来新的危机出现了 多姆和布莱恩沮丧的发现 前方没路了 只有一片海洋 而且车速太快 做任何应对都来不及了 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 连车带人掉进海里 索性两人精通水性 侥幸捡得性命 只可惜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他们刚从水里探出头来 就发现岸边有不少人正紧盯着他们 而且各个喝枪水弹 原来这些人是迪瓦的老板 也就是里约热内卢最大的黑帮首领 雷耶斯派来的 手无寸铁的布莱恩和多姆无计可施 只能被对方带到雷耶斯面前 见到雷耶斯后 他们先是被毒打一顿 然后被吊起来审问 但两个人都是硬汉 坚决不说那辆被米亚开走的GT40的下落 雷耶斯也没有办法 无可奈何地离开 准备去找米亚 临走前还吩咐手下干掉多姆和布莱恩 不过他刚离开 多姆和布莱恩就挣脱锁链 打倒几个看守他们的楼落 成功逃走 在和米亚会合后 他们得知自己又被通缉了 因为警方认为 是他们在列车上杀死缉毒局的探员 布莱恩忧心忡忡 说美国方面一定会派出最好的特工来抓他们 建议赶快离开 但多姆毫不在意 只是盯着米亚开回来的那辆GT40看 说车里面一定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布莱恩说的没错 美国政府的确派出最优秀的特工霍布斯 来到里约热内卢追捕他们 但他此刻一无所知 正和多姆忙着破解GT40的秘密 可是两人把GT40拆得差不多了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就在这时 文斯回来了 见到文斯 布莱恩火冒三丈 认为是对方联合当地黑帮出卖自己 文斯听了怒火中烧 说自己没这么做 眼看两人就要大打出手 多姆赶忙上前阻止了他们 当晚趁大家都睡着了 文斯偷偷从GT40里取出一块芯片 哪知道多姆早就怀疑他了 突然现身抢过芯片 愤怒地指责他设局陷害大家 文斯说他没想害任何人 只是想把芯片还给雷耶斯了结此事 不过多姆对他极为失望 根本听不进去 把他赶走了 同样是在这个晚上 美国政府派来的超级特工霍布斯 来到劫车现场调查 结果当地警方派来协助他的美女警察 埃里娜 推断出多姆等人藏匿在一个贫民窟里 第二天 布莱恩检查从GT40里取出来的芯片 发现里面是雷耶斯经营毒品的交易明细 还有一亿元现金的存放信息 他笑着说 难怪雷耶斯一定要取回芯片 这可是他的整个犯罪网络 多姆听后若有所思 似乎有了什么想法 突然迪瓦带着雷耶斯的一杆手下杀上门来 进幕后二话不说立即开箱 多姆布莱恩米亚疯狂逃窜 刚巧特工霍布斯也带人找到了这里 看到多姆后他穷追不舍 途中与雷耶斯手下遭遇 他把对方一一撂倒 但因此追丢了多姆 多姆摆脱霍布斯后 却被女警埃琳娜堵住 就在这时 迪瓦带人赶来 举枪便射 多姆反应奇快 抱着埃琳娜躲到一边 救了这位女警一命 霍布斯的下属也及时出现 一通扫射 把雷耶斯的手下打倒一片 迪瓦见形势不妙 赶紧撤退 多姆也趁乱流走 而惊魂未盯的埃琳娜 却是头脑一片空白 他完全没想到 刚刚自己离死亡会那么近 更加没想到 多姆竟然会救自己 独自出了一会儿神后 他发现 多姆的项链掉在地上 随机捡起来 手好 布莱恩米亚 在摆脱雷耶斯的手下后 与多姆会合 多姆认为 三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 建议分开走 布莱恩也表示同意 但米亚坚决不肯 他说自己怀孕了 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听了这话 多姆和布莱恩都愣住了 片刻后 布莱恩缓过神来 喜出望外的上前亲吻米亚 此刻 他当然不为反对爱吕的意见 多姆也再不提分头走的事情 他把布莱恩和米亚 搂在怀里 露出欣慰的笑容 与此同时 霍布斯发现 雷耶斯与被盗的豪车友官 派人调查雷耶斯 而艾琳娜则怀疑 多姆等人并没有杀基督局探员 得知米亚怀孕后 布莱恩和多姆的心境 都有了极大的转变 两人一致认为 不能再过这种危机四伏的日子 该上岸了 多姆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要利用手中的芯片 最后干一票大的 抢走雷耶斯的一亿现金 然后销售匿迹 引退江湖 不过他也知道 雷耶斯势力庞大 单凭他们一家三口 对付不了这个魔头 于是和布莱恩广邀好友前来帮忙 他们找来了擅长伪装的阿汉 能说会到的皮尔斯 电脑高手太极 还有爆破专家 李奥桑托斯兄弟 以及精通武器装备的美女吉塞尔 跟这些各自身怀绝技的好友见面后 多姆说 要把里约最大的黑帮头子 雷耶斯的钱全抢走 皮尔斯听了觉得太危险 表示坚决不干 转身就走 多姆并没有拦他 只是慢悠悠的说 这个活价值一亿美元 听到这个数字 皮尔斯停住脚步 满脸堆笑的回来了 其他人也都同意 接下这笔大买卖 不过吉塞尔提出了一个问题 雷耶斯的钱被平均分成十份 保存在十个地方 但是不可能连续十次抢劫成功的 阿汉也说 只要一个地方的钱被抢 雷耶斯就会提高警惕 想方设法保护其他几个存钱的地方 多姆听后露出神秘的微笑 显得胸有成竹 然后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说出了一条妙计 次日 多姆率众人拿着各式武器 突然闯进雷耶斯的一处存钱地点 奇怪的是 他们分文位去 而是把钱全烧了 还嚣张的亮明身份 让雷耶斯的手下回去告诉老大 这只是个开始 做足了挑衅的姿态 雷耶斯得知后 气得蹊跷生烟 同时也很担心 就让迪瓦赶快把钱汇集到一起 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殊不知 这正是多姆打草惊蛇的真正目的 发现雷耶斯果然中计 派手下把钱集中起来 多姆等人喜形欲色 可是 当他们看到钱被送到脑后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原来 手眼通天的雷耶斯 居然把钱集中存进了警局 这一下 大家都泄气了 个个苦着脸 觉得这活没法再干 唯独多姆坚持要按照原计划进行 于是众人回去研究如何完成从警局偷钱的不可能的任务 一致认为 首先需要了解放钱的保险柜的构造 但这个保险柜是放在警局政务房间里的 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接下来 嘴皮自功夫了得的皮尔斯出马 他拿着证件 捧着一个盒子去了警局 冒充FBI探员 说盒子里是重要政务 要送到政务房 负责接待的警员被他一通审砍 砍得心烦意乱 赶紧把盒子放进了政务间 原来盒子里是一辆装有摄像头的遥控车 太极在警局外操纵遥控车 了解到保险柜的构造 在皮尔斯之后 轮到擅长爆破的里奥·桑托斯兄弟俩出马 他们炸坏了政务房旁边厕所的下水管 随即假扮维修工人混进警局 安装上信号窃取器 米亚等人收到监控信号后 发现警方对政务房的监控十分严密 一共有四个监视器 监视镜头每十秒旋转一次 这样一来 想要避开镜头进入政务房 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办法 就是让赛车高手 开着性能绝佳的车子 在极短的时间内闯进去 为此 多姆安排人伪造政务房外围 做了个模拟环境 以便练习 而他和布莱恩顾忌重施 去参加以车赌车的标车赛 轻松赢得一辆好车 然后布莱恩开着这辆车 在模拟环境中练习 但他使出浑身解数 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躲开监控摄像头 多姆只好让大家轮番上阵 不断练习 接着阿汉和皮尔斯 弄来了一个与重务房内的保险柜 一模一样的保险柜 太极仔细研究后 说想开柜子就得解开指纹锁 于是多姆安排阿汉 去取雷耶斯的指纹 没想到雷耶斯在海边游玩时 身边竟然也有六七个保镖 根本无法靠近 正当无计可施的阿汉 准备放弃时 跟他一起来的吉塞尔说 看我的 说完就穿着比基尼走向雷耶斯 看着吉塞尔迷人的身姿 阿汉眼睛直了 雷耶斯更是眼前一亮 主动邀请这位美女坐下 同时使出咸猪手到处乱摸 指纹因此留在了比基尼上 看到阿汉和吉塞尔真的弄到了指纹 皮尔斯和太极笑得合不拢嘴 这时米亚说出了一个坏消息 团队中的所有人都成了通缉犯 正被特工霍布斯监视 而这就意味着行动的难度又增加了 多姆觉得这样太被动 就主动暴露行踪 引霍布斯到飙车组的聚集地 霍布斯当场就要抓人 但现场众多当地小混混 竟然举枪对准他 由于这是在巴西不是在美国 他也不能做得太过火 只好先撤退 霍布斯没想到 太极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在他的车上安装了追踪仪 这样一来 他的行踪完全被米亚掌握 而这才是多姆引霍布斯来的真正目的 在和霍布斯对峙时 多姆意外地发现 自己遗失的项链 就戴在女警埃里娜的脖子上 由于项链是已经死去的女友 莱蒂送给自己的 意义非凡 因此当晚多姆一个人 悄悄潜入埃里娜的住处 制服对方抢回项链 独自面对通缉犯 埃里娜并没有惊慌失措 反而说觉得多姆没有杀探员 还说自己身为警察的丈夫 两年前被黑帮谋杀 所以他同样痛恨雷耶斯 然后他问多姆 这条项链就那么重要吗 多姆稍作犹豫 回答道 我不期望别人能理解我 但我觉得你可以 说完转身离开 复杂的埃里娜 在模拟环境中 开车的练习还在继续 但仍然没人能躲开监视镜头 阿汉懊恼地说 根本无法避开镜头 除非开的是隐形车 多姆听了这句话 灵机一动有了个主意 他带人连夜偷来几辆警车 这样一来 就算被监视镜头拍到 也不会引起警方注意 行动即将开始 大家决定好好喝一顿 让米娅去买菜 没想到米娅在市场 被雷耶斯的手下盯上 多亏文斯及时出现 带他离开 文斯见到多姆后 吱吱呜呜地说 想要加入团队 多姆说 你已经加入了 我们永远会为家人留出位置 文斯听了十分感动 第二天 米娅通过追踪仪 发现霍布斯正在城市的另一边 正式行动的大好时机 于是多姆一声令下 行动开始 那丞相阿汉等人刚走 霍布斯突然带着手下出现 原来他早就发现了追踪仪 借机让多姆等人误判自己的位置 还通过信号来源找上门来 布莱恩 米娅 文斯见到警察来了 大惊失色 赶紧逃走 多姆则和霍布斯撕打在了一起 布莱恩 米娅 文斯很快就被抓回来 多姆看到妹妹落到对方手里 怒火中烧 把霍布斯暗倒在地 拿起扳手砸下去 不过他始终还保持着理智 只是砸在了地上 然后就不再反抗 束手就擒 被吓出一身冷汗的霍布斯 随即把多姆四人带走 但在经过贫民哭时 竟然遭到了雷耶斯手下的袭击 最前面的一辆车瞬间就被掀翻 霍布斯赶紧率部下下车还击 眼见形势危急 多姆对艾琳娜说 打开我的手铐 让我下去帮忙 艾琳娜看着眼前 这个让自己产生异样情感的男人 心里很是纠结 由于雷耶斯的手下占据了制高点 霍布斯团队的火力被完全压制 片刻后 霍布斯的部下死伤殆尽 他本人也负伤倒地 眼睁睁看着雷耶斯的手下冲向自己 千金一发之际 多姆 布莱恩文斯突然持枪冲出 原来艾琳娜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任多姆 为他们打开手铐 雷耶斯的手下猝不及防 纷纷被击毙 多姆趁机搀扶着霍布斯上车离开 可是文斯不幸被击中 受了致命伤 在嘱咐多姆照顾自己的儿子后 就停止了呼吸 接着多姆与阿汉等人会合 得知文斯去世后 大家难过不已 同时心生退役 觉得雷耶斯已经有了准备 继续行动等于自寻死路 但悲愤交加的多姆坚持要行动 这一次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文斯 眼看大家面面相去 没人响应 多姆说 无论有没有人加入 我都会对付雷耶斯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我加入 包括多姆在内 所有人都愣住了 说话的居然是霍布斯 他被多姆救下后 对眼前这群人的看法 有了很大的转变 对雷耶斯则是恨之入骨 所以主动要求帮忙 霍布斯和多姆相互对视 都在对方眼里 看到了惺惺相惜 有了霍布斯带头 其他人也都表示加入 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既然雷耶斯有了准备 原计划还怎么进行 多姆用坚定的语气说 计划改变了 我们不会再偷偷摸摸 行动随即开始 霍布斯开着自己的防弹车 光明正大的闯进警局 撞开政务房的墙 然后下车和爱丽娜一起 用火力压制住赶来的警察 跟在他们身后的多姆和布莱恩 则用钢索把保险柜 和自己的车子相连 再上车蒙菜油门 硬生生的把弱大一个保险柜 拖出了警局 在米亚的远程导航下疯狂逃离 雷耶斯完全没有想到 对方会有这么一招 气急败坏 立即让警察追赶 布莱恩和多姆拖着保险柜 一路狂飙 突然他们看到前面的路口 设置了路障 赶紧右转 被拖在后面的保险柜 就像流星锤一样 横草路边的警车和商场 这时前方开来两辆警车 布莱恩和多姆配合极为默契 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让居中的保险柜 猛的冲上前撞坏警车 接着多姆猛踩油门 继续向前 布莱恩则掉头 用车尾拖着保险柜 此时有警察骑着摩托车追上来 不断开枪射击布莱恩 布莱恩连连躲闪 然后看准时机紧急刹车 摩托车来不及躲避 直冲过来 撞上车子飞了出去 接下来两个人拐到大陆 布莱恩立即掉头 和多姆一左一右继续前行 利用保险柜连续撞倒路灯 成功阻挡了追兵 可是另一条路上又杀出一对警车 多姆和布莱恩见状连续甩位 直接用保险柜撞倒对方 不过还有几辆车追了上来 要向他们开枪 就在这时 两辆警车猛然加速 把赶上来的警车一一撞倒 而坐在车里的 正是阿汉和皮尔斯 危机散时解除 科米亚却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你们只有10秒钟时间 接着布莱恩和多姆开到大桥上 穷追不舍的雷耶斯见状大喜 说这回他们跑不了了 眼看身后的警车越来越多 多姆知道无法继续逃了 就松开布莱恩车上 和保险柜连接的挂钩 让他独自逃走 布莱恩气得猛拍方向盘 却又无可奈何 多姆则掉头加速 冲向迎面而来的追兵 他左摇右摆 操控着保险柜撞倒无数警车 雷耶斯赶紧命令手下 用机关枪干掉多姆 但多姆马上就来了个大甩尾 利用保险柜撞翻枪手乘坐的车辆 不过他自己的车子 也因此失控飞到了空中 多姆迅速跳下车 而飞出去的车子 正好砸中雷耶斯的车 在雷耶斯惊恐的大叫中 把他的车砸成了废铁 片刻后 迪瓦艰难的从车里爬出来 举起枪要打死已经起身的多姆 索性布莱恩及时赶到 开枪击毙迪瓦 跟着霍布斯和艾琳娜也赶到了 身负重伤躺在地上的雷耶斯 知道他们是警方的人赶紧求救 但霍布斯不为所动 走过去一枪打死了雷耶斯 然后对多姆说 把钱留下你走吧 24小时后我再追捕你 在多姆和布莱恩离开后 霍布斯看着保险柜 突然感觉不对劲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空的 原来多姆和布莱恩在上桥前 先到桥下和吉塞尔等人合作 仅用10秒就用同款的保险柜 完成了调包 所以米亚之前会对他们说 只有10秒的时间 看着空空如也的保险柜 霍布斯哈哈大笑 为遇到了这样的对手而高兴 大公告成多姆团队众人会合 狂欢庆祝后 拿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巨款 各自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众一手诺的多姆 也没有忘记留给文斯妻子一份 布莱恩和米亚去了一个小岛 逍遥度日 没多久他们惊喜地发现 多姆牵着埃琳娜的手也到了这里 四人相见都兴奋不已 同事心中也涌起了 久违的幸福感 不过这种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 又能维持多久呢 镜头一转 特工霍布斯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一伙匪徒刚刚在柏林 截了一辆军车 而劫匪之一 竟然是多姆已经死去的女友莱蒂 片影结束 莱蒂为何死而复生 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是否会影响多姆和布莱恩的隐退计划 下期速度与激情6为您揭晓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速度与激情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速度与激情6 在第五部中 多姆团队成功抢到1亿美金 就此隐退 然而特工霍布斯意外的发现 莱蒂还活着 这会打破多姆等人的平静生活吗 第六部开始 莫斯科警笛声四起 一起大案刚刚发生 霍布斯来到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烧毁车辆的案发现场 得知俄罗斯军方车队遭到袭击 车上装载的卫星零件被抢走 令人吃惊的是 作案者从出手到离开 只用了不到90秒钟 霍布斯倒抽一口冷气 他知道 世界上只有一个团队能做到这件事 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专家欧文的团队 这时女助手瑞德告诉他 国际刑警抓到了欧文的手下温克斯 霍布斯马上回国际刑警总部审讯 说是审讯 其实就是一顿暴打 温克斯从没遇到过这样蛮横可怕的警察 吓得魂飞魄散 只得老实交代 说欧文目前正在伦敦 虽然知道了欧文的下落 但霍布斯并不是一个鲁莽的人 他没有轻举妄动 而事先找帮手 这个帮手就是多姆 霍布斯找到正在和女友艾琳娜 享受隐退生活的多姆 直接了当地说明来意 多姆一听就笑了 眼神中满是嘲讽 霍布斯知道对方不想帮自己 但他早有准备 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多姆 说这是一周前拍的 多姆满脸疑惑地接过照片 看到照片中的莱蒂 只觉得脑海中嗡的一声 当时就懵了 照片证明莱蒂还活着 但这怎么可能呢 就在这时 善解人意的艾琳娜走过来说 如果照片里是我死去的丈夫 不管机会再渺茫 我也会奋力一搏 多姆感激地看了女友一眼 明白对方的心意 把他轻轻揽进怀里 多姆终于决定帮霍布斯破案 但不想牵连其他伙伴 只打算一个人出手 可是霍布斯不同意 他告诉多姆 欧文的犯罪团伙十分强大 自己在四个大洲 十二个国家展开追捕 但始终没有成功 最后霍布斯很严肃地说 我需要你的团队 多姆明白霍布斯说的是对的 随即打电话 召集正在世界各地 逍遥快活的伙伴们 太极皮尔斯 已经成为情侣的吉塞尔和阿汉 不管身在何处 接到电话后都二话不说 马上去与多姆会合 而多姆则亲自去找布莱恩 可是布莱恩如今已经有了儿子 所以多姆很纠结 不想破坏妹妹一家的平静生活 但意气深重的布莱恩 和骨肉情深的米亚 又怎么可能看着她去冒险 于是布莱恩也再度出山 多姆团队集结后 霍布斯一脸凝重的 为他们详细介绍对手 这次的目标就是欧文 此人曾是英国空军特勤队的少校 近年来带着手下横行欧洲 最近一段时间 他三次行动全部成功 根据欧文抢到手的东西分析 他是要制造一个 能使军方通信系统 瘫痪24小时的系统 而欧文还差一样东西 就能造出这个价值几十亿的系统 多姆等人听了 感觉对手的确很难缠 但并无聚色 布莱恩对霍布斯说 只要你带我们找到来地 我们一定会抓住欧文 同时他要求对方在事成之后 把团队所有人的案底清除 霍布斯不太情愿 但面对多姆等人的坚持 也只好答应下来 行动开始 霍布斯在抓到的欧文手下 温克斯身上安了追踪器 然后放他回去 见到欧文后再发挥信号 随后霍布斯领着大批行警和多姆团队 埋伏在欧文的老窝外 片刻后 温克斯见到了看上去非常自信的欧文 赶紧发回确认信号 可是就在这时 负责监控的太极惊恶地发现 国际刑警总部竟然遭人入侵 布莱恩恍然大悟 原来欧文是故意把他们引来 给手下们提供趁虚而入 攻进国际刑警总部的机会 眼见重计 多姆果断让布莱恩带团队回去 自己留下来和霍布斯一起对付欧文 接着 欧文给了温克斯一袋钱 随机开着一辆奇怪的车子冲了出去 惊魂未定的温克斯打开钱袋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颗炸弹 此时已经离开的欧文按下按钮 引爆事先安排好的炸药 趁着场面一片混乱迅速逃离 多姆和霍布斯赶紧上车追赶 欧文的车子看着仿佛F1赛车和铲车的结合体 前面就像有个大铲子 他不慌不忙 连续掀翻前来堵截的警车 多姆险些被飞在空中的警车砸到 布莱恩等人到达国际刑警总部时 早有防备的欧文手下抢先开枪 一通扫射后上车逃离 吉塞尔瞄准一辆车刚要开枪 不料楼顶上留下来掩护的欧文手下 对他掀开一枪 还好阿汉不顾生死救下了吉塞尔 布莱恩 太极 皮尔斯则狂追欧文手下 欧文手下见他们追得太紧 就把干扰晶片发射到三人车上 再连线控制 结果太极的车子侧翻 皮尔斯的车直接冲进路边房子里 唯独布莱恩反应奇怪 及时利用路边的柱子蹭掉了车上的干扰晶片 此时欧文也赶到了 多姆和霍布斯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进入一个隧道后 欧文突然左转 多姆和霍布斯跟了过去 布莱恩则继续追赶欧文手下 但欧文手下有一名叫杰尼的金发女郎 和欧文开的是同款车 她突然迎面冲向布莱恩 布莱恩猝不及防 车子被铲得凌空而起 而杰尼在向布莱恩投去一个不懈的眼神后 实实然的离开了 多姆仍在追赶欧文 忽然一辆车冲出来撞向她 看到开车人后 多姆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人竟是莱蒂 于是转向去追莱蒂 而霍布斯眼看欧文就要逃走 心急如焚 让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女警瑞德开车 自己冒险跳上欧文的车顶 但欧文直接奔一个电动栏杆开过去 眼看就要撞上栏杆 霍布斯只好跳车 虽然马上连开几枪 但无济于事 眼睁睁看着欧文成功逃脱 多姆也失手了 他虽然追上莱蒂 但莱蒂似乎根本不认识她 一枪击中她肩膀随即离开 回到基地后 多姆取出肩膀上的子弹一脸痛苦 不是因为枪伤痛苦 是为了莱蒂竟然向自己开枪而痛苦 布莱恩问 莱蒂看清你了吗 多姆苦笑着说 他和我面对面近在咫尺 怎么可能看不清 布莱恩怕他以后再遇到莱蒂 会因为心软而吃亏 就说莱蒂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了 但多姆语气坚定的表示 就算被家人放弃 自己也不会放弃家人的 欧文和手下会合后 觉得今天遇到的对手不可等闲视之 就让大家找出多姆团队的所有资料 结果发现了莱蒂和多姆以前的合影 欧文的手下都惊疑不定的看着莱蒂 但他一脸迷茫 什么都想不起来 霍布斯告诉多姆团队 欧文从国际刑警总部 得到了一份军事基地的名单 必须赶在对方行动前抓住他们 于是众人兵分三路 霍布斯和太极负责寻找性能齐家 不会被干扰晶片控制的车子 凭借太极的雄厚财力 这个任务轻松完成 多姆拿着莱蒂击中自己的子弹 和布兰恩去找枪支来源 但并没有收获 阿汉 吉塞尔 瑞德 皮尔斯一路 找到了帮助欧文打造那种奇怪车子的改装车电 车电老板出言不逊 被瑞德狠狠教训了一顿 就说去查改装车的信息 其实趁人不备 偷偷给欧文发信息求救 但他想不到的是 欧文马上派莱蒂和另外两个手下来杀人灭口 两个手下赶到车电后立即开枪 车电老板应声倒下 阿汉等人随机还击 吉塞尔趁车电老板还剩最后一口气 赶紧问他怎么找到欧文 但对方只说出了一个人名 布拉加就断气了 听到这个名字 吉塞尔不由的愣住了 他曾为布拉加这个大毒小卖命 后来帮助多姆布兰恩抓住了布拉加 就在这时欧文手下已经打光了子弹 分头逃离 吉塞尔演技手快击毙一人 阿汉和皮尔斯去追另一个人 瑞德则盯住莱蒂不放 一番追逐后 他们都追上了目标 瑞德和莱蒂凶狠地扭打在一起 莱蒂最终占据上风 瞅准机会上了地铁逃离 而阿汉和皮尔斯追赶的欧文手下 竟然是个罕见的竞技高手 两人虽然是二对一 却还是被对方打得灰头土裂 甚至不敢再上前 无奈地看着对方轻松离开 莱蒂回来后告诉欧文死了个同伴 但欧文连眼皮都没抬 说这就是犯错的代价 莱蒂没想到欧文居然如此冷酷 愤愤不平地出言讥讽 欧文察觉到他的不满情绪 随即说了一番花言巧语 好生安抚 与此同时 吉塞尔把欧文和布拉加勾结的消息 告诉了大家 布莱恩听了十分愧疚 认为是当初自己派莱蒂去布拉加手下卧底 如今才导致他和欧文为伍 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回洛杉矶 去找被关在监狱里的布拉加了解欧文的情况 镜头一转 布莱恩穿着一身球衣回到洛杉矶 在前同事迈克的帮助下进入监狱 不过迈克告诉他 最多在监狱里待24个小时 还说自己权限不够 只能把他送到普通区 而布拉加是在重犯区 要想见到布拉加还要另想办法 迈克灵机一动 瞬间想出办法 狠揍了无辜的迈克一顿 随即被预警制服送进了重犯区 布拉加果然被惊动 得知送自己坐牢的布莱恩也被送进了监狱 他带着复仇的快感来到布莱恩的牢房外 一顿冷嘲热讽 布莱恩趁机淘汰的话 而布拉加眼见对方深陷监狱 再无顾忌 得意洋洋的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其实是欧文的手下 一直帮欧文打理各种生意 当初欧文早就发现莱蒂是卧底 于是派人杀他 不过莱蒂命大 在车子爆炸后侥幸不死 之后欧文发现他已经失忆 觉得正好可以利用 就让莱蒂为自己效力 布莱恩听后眼里泛起泪花 愈发觉得自己对不起莱蒂 这时布拉加的手下打开牢房门 要杀布莱恩 不过布莱恩计告一筹 把对方一一打倒 接着他威逼布拉加 说出找到欧文的方法 但布拉加说 你很难找到欧文 只能等他主动找你 在布莱恩为了莱蒂内疚时 多姆去了地下赛车场 意外见到了莱蒂 就过去邀请对方赛车 莱蒂欣然应战 两人在伦敦的大街上 一路狂飙都无比兴奋 多姆笑着说 这感觉真熟悉 莱蒂也露出微笑 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 比赛结果毫无悬念 多姆轻松获胜 两人随即聊了起来 听到多姆对自己的开车习惯 了如执掌 还说出自己身上 每道伤痕的来历 莱蒂突然有些慌张 想要离开 临走前 多姆把十字项链给了他 莱蒂走后 欧文突然出现 警告多姆不要汤这趟浑水 而在见到对方毫无退缩之意后 他决定干掉这个难缠的对手 于是一个红点 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多姆身上 原来欧文早有准备 让远处的手下 用狙击枪瞄准了多姆 不过就在下一秒 同样的红点也出现在了欧文身上 既然是霍布斯几时赶到 也用狙击枪对准了他 欧文眼见已成僵局 只好离开 上车前 他深深的看了多姆一眼 莱蒂发现多姆竟然了解自己的一切 心中很是不安 回去后翻看多姆的照片 手中还拿着那条项链 欧文看到后心生警惕 出言试探 莱蒂知道对方在怀疑自己 扔下项链转身离开 霍布斯和太极通过种种蛛丝马迹 终于确定了欧文的目标 是位于西班牙的一个北约军事基地 霍布斯第一时间带着女警瑞德去了西班牙 多姆等人随后跟上 而在出发前 布莱恩刚好从洛杉矶返回 立即归队 霍布斯到达军事基地后 发现基地方面已经抓住了一个欧文手下 觉得这里不再安全 就提议把欧文要找的目标设备运出去 然后在基地布下圈套 等欧文自投罗网 军事基地转官觉得 这个方案不错 随即开始按计划执行 不过方案传给多姆团队后 布莱恩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想起当初入侵国际刑警总部的情景 觉得欧文又是在用计 多姆也察觉到了不妥 两人对视一眼 得出同样的结论 欧文是故意让手下被抓住 从而迫使霍布斯运走目标设备 而他则趁机结下被运走的设备 正如多姆和布莱恩所料 运送设备的货车在高速公路上 遭遇欧文的袭击 欧文等人凭借强劲火力 很快控制了货车 霍布斯得知后迅速派出直升机 而提前洞悉欧文阴谋的多姆团队 已经赶到发力狂追 太极发射一根特制钢篮 通过两侧山坡固定上拦住去路 欧文手下的车子来不及闪避 被掀翻了 而欧文所在的货车 更是被钢篮拦腰切开 但随即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欧文竟然驾驶一辆坦克 从货车车厢里冲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 太极惊呆了 赶紧通知同伴们 机下而骑着摩托 很快追上欧文手下的车子 随即跳过去 但落点不准 只能用手紧紧抓住车子 整个身体悬空挂在车子一边 眼看情况紧急 阿汉赶了上来 成功跳上车 和对方争抢方向盘 而吉塞尔也稳住身形 开枪击毙欧文手下 多姆、布莱恩、皮尔斯 一起猛追欧文 而坐在坦克里的欧文竟然开炮了 虽然多姆等人成功躲开 但不少路过的车辆都被轰了个正着 欧文随即命令手下 把坦克开到另一个车道 结果一路逆行 碾碎不少迎面而来的过路车辆 来地见欧文竟然滥杀无辜 心头火起 愤怒地指责他 但欧文满脸凝笑 丝毫不为所动 片刻后 来不及掉头的皮尔斯 发现坦克来到身后 炮口已经对准了自己的车 吓得魂不附体 赶紧刹车 即使躲过一炮 可是车子也卡在坦克上 动弹不得 多姆和布莱恩马上过去营救 但欧文又开炮炸断前方大桥 碎石如雨落下 多姆加速躲开 后面的布莱恩则驱车而起 越过成堆的落石 并且迅速接近坦克 皮尔斯见状 赶紧用钢索拴住坦克爆管 然后纵身跳到布莱恩车上 终于摆脱危机 接着布莱恩不断撞击 被绑在坦克上的皮尔斯的残车 想以此阻碍欧文 欧文只好让莱地去解开钢索 但就在下一秒 残车重重撞上桥的底部 与之相连的坦克瞬间被掀翻 而站在上面的莱地 也一下子飞了出去 危机时刻 多姆驱车撞向大桥栏杆 借助惯性飞了出去 在空中成功借助莱地 然后落在一辆车上 死里逃生的莱地一脸惊恐 惊魂未定地看向多姆 看到的却是对方眼中的无尽温柔 这时霍布斯终于乘直升机赶到 逮捕了欧文等人 不过被带回军事基地的欧文 却是一脸轻松 显得胸有成竹 原来他在截车的同时 还安排手下去抓米亚母子 米亚见识不妙把孩子交给埃琳娜带走 自己主动引走对方 但没跑多远就被抓住 布莱恩听到这个噩耗 悲愤交加上前痛打欧文 但马上被众人拉开 毕竟一时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为了保住米亚的性命 多姆等人只能答应放了欧文 但军事基地长官不同意 就在这时 霍布斯猛地拔枪对准长官 逼迫他放人 于是欧文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晶片 带着手下嚣张地往外走 突然他停下脚步 回声说了一句 宝贝一起来吧 大家都以为他在叫莱蒂 但莱蒂此时已经发现了他的真面目 怎么会跟他走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他叫的竟然是女警瑞德 只见瑞德笑隐隐地跟了过去 原来他是奸细 难怪欧文处处料敌机先 欧文离开后 马上打电话让手下撕票杀死米亚 好在太极已经屏蔽了附近所有信号 电话打不通 而霍布斯和多姆团队也赶紧上车追赶 追击途中 皮尔斯疑惑地说 这家伙能跑到哪去 他已经被困在军事基地里了 没想到话音刚落 就有一架飞机从天而降 原来这就是欧文的脱身之道 欧文随机带着瑞德把车开上飞机 见到两名手下和被绑架的米亚 而布莱恩 多姆和莱蒂 也驾车冲上飞机 双方展开混战 布莱恩不是欧文的对手 被对方打倒 这时多姆撞倒了欧文手下基肉男 基肉男同空飞起 刚好杂撞欧文 布莱恩趁机带着米亚开车离开飞机 接着欧文手下的金发女郎杰尼 故技重施 开着类似铲车的奇怪车子冲向布莱恩 但布莱恩紧急掉头 虽然车子被翘起 却稳稳落在地上 而杰尼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上路障 车子瞬间侧翻 布莱恩离开后 多姆独自面对欧文和基肉男处于下方 好在霍布斯及时赶到 先是放倒欧文 随后和多姆配合 把基肉男重重打倒在地 一把射绳枪 来地一枪就把瑞德打出舱外 在飞机上打得热火朝天时 飞机下的阿汉等人千方百计要破坏机翼 从而阻止已经开始滑行的飞机起飞 而欧文手下自然要上前阻挡 于是双方也展开了激战 皮尔斯和那个竞技高手在车顶对待 当然不是对手 索性太极开车把对方的车子撞到一边 那辆车随即被飞机喷出的气流掀翻 阿汉和吉塞尔则遭遇危险 吉塞尔用射绳枪勾住机翼 结果车子被已经升工的飞机吊了起来 而一个欧文手下跟过来 险些把吉塞尔打下去 还好阿汉伸手拉住了女友 就在这时 吉塞尔看到欧文手下从阿汉背后过来 即将出手 为了保护心爱的男人 他毅然决然地松开了手 在阿汉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吊了下去 悲愤欲觉得阿汉随即像发疯一样痛打欧文手下 还把对方直接扔进了飞机发动机里 此时布莱恩也用射绳枪破坏了机翼 飞机无法飞行即将降落 还在飞机上的霍布斯和莱蒂赶紧跳到太极车上 多姆却没有跳 而是去找罪魁祸首欧文 片刻后 欧文被多姆抢走惊骗 自己也被甩出了飞机 而被迫降落的飞机随后爆炸 看着面前的一片火海 大家都为多姆担忧 还好多姆马上驾车重了出来 莱蒂见状露出微笑 可是就在下一秒 他的笑容凝固了 多姆的车子突然侧翻 连续翻滚后又被火海包围 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 紧紧盯着熊熊大火 期待奇迹的出现 过了一会儿 一个身影走出火海 正是多姆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莱蒂更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跑上前与多姆紧紧拥抱 不过米亚也在这时发现集散而不见了 然后她看向满脸悲弃的阿汉 瞬间明白了 伤感的和布莱恩一起走过去 把泪流满面的阿汉搂在怀里 任务完成 霍布斯信守承诺 清除了多姆等人的案底 艾丽娜则在莱蒂回来后 主动退出 选择离开 而在谈判日后打算时 阿汉表示要去东京 因为那是他和吉塞尔的约定 可是谁能想到 阿汉的东京之行竟然以悲剧收场 在第三部的故事中 阿汉被黑帮追赶时 突然一辆车冲过来撞翻他的车 车子随后起火爆炸 阿汉葬身火海 更可怕的是 这次撞车根本不是意外 只见撞阿汉的那辆车停了下来 一个眼神中流露出恨意的男人走下车 手里拿着一条十字项链 而且看上去就是莱蒂那条 接着这个男人给多姆打了个电话 说你很快就能认识我了 电影结束 杀死阿汉的凶手是谁 他和多姆团队有何恩怨 多姆又会怎样为阿汉报仇 下一期速度与激情期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思思 今天继续咱们的速度与激情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速度与激情期 在第六部中 多姆团队协助特工霍布斯 将死对头欧文绳之余法 但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孤身远赴东京的阿汉 竟然被一个神秘男子杀害 多姆团队又将遭遇怎样的劲敌 他们能为阿汉报仇吗 第七部开始 英国伦敦医院病房中 一个脸色阴沉的光头男人 正在对病床上的男人说话 但这个病人身上插了很多管子 闭着眼睛毫无知情 原来他就是在第六部中受了重伤的欧文 而光头男人则是他的哥哥戴克 奇怪的是 对于欧文这样的重犯 警方理应严加看管 又怎么会让戴克如此从容的出现在病房中 戴克自言自语 说要为弟弟报仇 接着从欧文身边拿起一条十字项链 又把手中的枪放到病床上 随后对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护士说 照顾好我弟弟 否则我会回来找你们算账 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此时病房外到处都是警察的尸体 原来这里的确有重兵部防 而戴克居然凭借一己之力杀了进来 片刻后 戴克来到一片狼藉 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的大厅 把一个手雷塞进刚刚挣扎着 站起来的受伤警察怀中 然后走出医院 在爆炸声中驱车离开 多姆当然不知道欧文的事情余波未熄 此刻他正带着 依旧处于失忆状态的莱蒂 去熟悉的场地塞车 希望唤起女友的记忆 莱蒂轻松获胜 场边观众簇拥着他尽情庆祝 但莱蒂的脑海中 猛的闪过在贩毒集团坐卧底时 险些丧命的情境 他突然暴怒 拳打一个上前拥抱自己的熟人 然后也不理多姆 慌慌张张地开车走了 晚上莱蒂来到墓地 呆呆地看着 当初多姆误以为他已经死了 为他立的墓碑 多姆很快也来了 拿着大锤 想把墓碑砸了 但被莱蒂拦住 莱蒂一脸痛苦地说 原来的莱蒂确实死了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记忆 根本无法和你一起回忆 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 只有找回记忆我才能面对 说完他眼含热泪 深情地吻了多姆 然后果断离开 只留下多姆一人 落寞地站在原地 在多姆因为莱蒂的离去 黯然神伤时 他的好战友 特工霍布斯 则在洛杉矶遇到了大麻烦 霍布斯意外地发现 有个男人潜入了他的办公室 正在从电脑里下载资料 这个男人正是戴克 他想查出 是谁把弟弟变成了废人 看到霍布斯 戴克知道行踪已经败露 却格外镇定 没有第一时间逃走 而是等到资料下载完毕后 才向霍布斯出手 经过一番激烈打斗 霍布斯打倒了戴克 但马上就被对方用碎玻璃划伤 他疼痛难忍大叫起来 戴克则乘胜追击 放倒霍布斯 危急时刻 霍布斯拿起藏在桌下的手枪 果断开枪 而女警埃琳娜也闻声赶来 同样向戴克开火 戴克灵活得闪躲 还瞅准时机扔出手雷 霍布斯大惊失色 赶紧上前护助埃琳娜 动众摔到楼下一辆车的车顶上 艾琳娜并无大碍 霍布斯却受了重伤 昏迷不醒 戴克则成功拿到资料 了解到多姆团队的信息 并且锁定了第一个复仇对象 也就是已经去了东京的阿汉 多姆并不知道危险正悄悄逼近 还在和妹妹一家 共同享受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 一天布莱恩像往常一样 把儿子抱进车里 准备送他去上学 多姆则在和妹妹闲聊时 米娅告诉他 收到了一个东京游寄来的箱子 多姆笑着说一定是阿汉寄来的 然后他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正是戴克 他刚刚在东京看掉阿汉 一边把来地的项链扔到阿汉身边 一边在电话里对多姆说 你现在还不认识我 但很快就会认识 说完就挂掉电话 多姆被这个古怪的电话 搞得一头雾水 但看到来电号码是东京的 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再回头看看 那个同样是东京游来的箱子 他猛的大叫趴下 话音刚落 箱子就爆炸了 多姆反应奇快 立即扑倒妹妹 布莱恩也迅速关上车门 保护儿子 有惊无险 一家人都没受伤 但米亚吓坏了 马上跑去看儿子 多姆看着妹妹一家三口 紧紧相拥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脸色变得极为凝重 他意识到 又有敌人出现了 还没等多姆开始查 敌人是谁 前女友埃里娜 就和他取得了联系 原来 身受重伤的霍布斯 刚刚恢复一时 而他苏醒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埃里娜找到多姆 多姆把妹妹一家 送到多米一家 交给一个很有势力的朋友照顾 随即去了洛杉矶 与霍布斯见面 霍布斯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欧文的哥哥戴克干的 还说戴克是前英国特种部队 最隐秘的杀手 非常可怕 但不管对手有多强大 多姆都已经下定决心 要为阿汉报仇 于是他打电话给妹妹米亚 说明戴克的情况 还说自己会先去一趟东京 两天后在洛杉矶和布莱恩会合 然后多姆独自去了东京 找到阿汉的徒弟 也就是曾在第三部中亮相的尚恩 尚恩把在阿汉出事地点 找到的十字项链交给他 多姆盯着项链眼里射出寒光 两天后 多姆 布莱恩 皮尔斯 太极 都到了洛杉矶参加阿汉的葬礼 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 多姆依然很冷静 他发现不远处 有人坐在车上正向这边窥死 显得很可疑 刚要过去查看 那人就开车走了 多姆随机上车追赶 经过一番追逐后 他跟着对方进入一个隧道 发现那辆车挺温下来 正面对自己 而戴克就坐在车里 接着多姆和戴克同时踩油门 启动车子向对方撞过去 两辆车狠狠撞在一起 车子变成了废铁 但开车的人都没事 两人随即下车 几个回合的唇枪舌战后 戴克拔枪对准多姆 就在这时 一群全副武装看上去训练有素的蒙面人 戴克迅速逃离 多姆不知道这些人是敌是友 为了自保立即出手抓住一个人质 而对方的头领随即出现 自称吴明氏先生 说是霍布斯介绍来的 要和多姆合作 接下来 吴明氏把心存狐疑的多姆 带到了自己的行动中心 说自己属于一个 为政府工作的秘密组织 最近他们的任务 是从恐怖分子摩西手中 救出一个叫拉姆赛的女黑客 因为拉姆赛开发了 超级追踪系统上帝之夜 这个系统可以迅速查找 定位任何一个人 绝对不能落到恐怖分子手中 所以他希望多姆帮忙救出拉姆赛 而作为回报 他可以让多姆使用上帝之眼 直到找到神出鬼没 最擅长隐秘踪迹的戴克为止 为了抓住戴克 多姆只好答应合作 但是要求行动时 要用自己的人手 没想到吴明氏早有准备 做了个手势让他看身后 多姆差异的回头 发现布莱恩 皮尔斯 太极 竟然也都被吴明氏找来了 团队聚齐开始研究怎样救出拉姆赛 吴明氏说 恐怖分子摩西即将通过一段山路 转移拉姆赛 这也是唯一的营救机会 但山路两侧都是峭壁 摩西对路两端的防守又极为严密 该怎么冲到山路上呢 正当众人讨论时 莱蒂竟然来了 原来他从米亚那里 得知多姆又有行动 放心不下 于是赶来帮忙 多姆等人很快制定出了一个 大胆的营救方案 行动当天多姆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坐在各自的车里 被一架飞机带到高空 原来他们的车上都配备了降落伞 要用高空跳伞的方式从天而降 落到山路上 机舱门很快开启 多姆 布莱恩 莱蒂 太极 相继开车冲出机舱 再躲躲白云间急速下落 不过皮尔斯却害怕了 说什么也不敢跳 好在太极早有准备 随着他按下一个按钮 皮尔斯的车子被弹出了机舱 人在空中 皮尔斯吓得大叫 同时还不忘痛骂太极 片刻后 几辆车子上的降落伞张开 多姆 莱蒂 布莱恩 太极 顺利落到山路上 只有皮尔斯还飘在空中 多姆等人顾不得等待皮尔斯 立即驱车猛追前方押运拉姆赛的车队 恐怖分子很快发现后面有车追赶 马上用机枪扫射 多姆等人迅速应对 让开着防弹装甲车的太极冲到最前面 其他人在他身后排成一列 然后太极驾驶装甲车猛冲 撞翻恐怖分子车队中的几辆车 再和布莱恩绕到押运车两侧 在车厢上安装好炸弹 那成像车两侧都有机枪 立即对他们开火 两人赶紧躲开 接着多姆和莱蒂用射绳枪勾住车厢门 太极和布莱恩则用遥控装置引爆炸弹 车厢里的恐怖分子纷纷倒地 多姆和莱蒂趁近拉开押运车的车厢门 布莱恩随机跳进车厢 快速解决几个恐怖分子救出黑客拉姆赛 得救后 拉姆赛鼓足勇气跳到多姆车上 但还没等他进到车里 戴克居然开车赶来 不停撞向多姆的车 而布莱恩也在同一时刻遭遇危机 刚才被他打倒的一个名叫托尼的恐怖分子 又上来与他缠斗 多姆终于抓住机会把拉姆赛拉进车里 随后一路狂奔 利用疯狂而高超的车技 摆脱恐怖分子的追赶车辆 布莱恩在看到有敌人追上来准备开枪后 灵机一动 抓住与他对打的托尼的头往下按 刚好按到车上机枪的按钮 机枪射出子弹干掉了追兵 接着托尼捡起一把枪射击 没打中布莱恩却打死了司机 押运车瞬间失控 先是左右摇摆 然后撞到路边翻倒 向前方的悬崖滑过去 布莱恩和托尼见状大惊都想逃走 但托尼抢先一步 把布莱恩锁在车厢里 自己随机跳车逃离 押运车很快到了悬崖边 虽然由于摩擦力的原因减缓了速度 但仍在向下滑去 此时戴克和多姆还在开车相互撞击 而最后一个跳伞的皮尔斯刚好赶到 和多姆联手把戴克的车撞翻了 布莱恩的危机还未解除 押运车正在缓缓向悬崖下滑去 由于车后门已被毒死 他被迫从前门钻出车子 但车子的前半部分已经探出悬崖 布莱恩抓着车体身自悬空 而支撑车子的岩石已经破裂 车子下滑的速度加快 布莱恩迅速往悬崖上跑 就在车子完全坠落前的一刻 他纵身一跳 恰好抓住及时赶来的来地车位 死里逃生 多姆摆脱戴克后 还有一些恐怖分子在追赶他 更糟糕的是迎面又出现了更多敌人 多姆被对方堵到悬崖边 已经无路可走 这时恐怖分子的头领摩西下车 让他交出拉姆赛 但多姆身处如此险境 依旧泰然自若 略坐斯多后 他让身边的拉姆赛戴上头盔 然后调转车头 直接驱车冲下悬崖 车子一阵翻滚落到了地面 还好质量加固的改装车的质量齐佳 虽然车子废了 但车里的人都没事 布莱恩等人随后赶到 多姆和拉姆赛就此脱险 虽然营救行动成功 但拉姆赛说 上帝之眼的系统并不在自己手里 而是被他寄到了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朋友 于是多姆团队再次出发 到了阿布扎比 他们得知 上帝之眼已经被卖给了亿万富翁约旦王子 王子把这个系统放在自己的超级跑车里 跑车则在一栋摩天大厦的顶层公寓里 第二天 王子举办派对 多姆等人盛装出席 想趁机盗取上帝之眼 太极和拉姆赛偷偷进入机房 再指挥来地 到王子房间剪断一根电缆 然后成功黑进保安系统 打开存放保车的保险柜 接着 皮尔斯在派对 现场插课答谎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多姆和布莱恩趁机去保险柜取芯片 但是莱蒂在离开王子房间时 被女保镖发现 女保镖马上令人重启保安系统 并且和莱蒂牛打在了一起 随着保安系统重启 保险柜的门一扇扇关上 还有很多保安赶往保险柜 莱蒂和女保镖打得难见难分 双双摔到大厅里 女保镖当场昏迷 莱蒂则在皮尔斯的帮助下站起身来 与此同时 布莱恩终于找到芯片 立刻和多姆上了跑车 在保险柜最后一扇门关闭前 把车子开了出来 可是阴魂不散的戴克 突然出现朝多姆开箱 多姆猛踩油门 一个甩尾撞倒戴克 随即朝窗户冲去 直接驾车飞出高楼 这一刻连布莱恩都慌了 紧张地说车不是用来飞的 但多姆一言不发 只是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 夕阳于挥下 车子在空中飞行 然后撞破不远处另一栋高楼的窗户 硬生生地冲了进去 可是虽然躲过了戴克的追击 多姆却发现跑车的刹车失灵了 根本停不下来 转眼间车子又破窗而出 再次翱翔在空中 车子冲进第三栋高楼后 布莱恩立即取下芯片 然后和多姆跳下车子 而就在下一秒 失控的保车撞下高楼 变成一堆废铁 拿到上帝之眼后 多姆等人返回洛杉矶 与无名氏先生见面 接着拉姆赛启动系统 瞬间找出 也回到洛杉矶的戴克的藏身之所 不过多姆不想布莱恩等人冒险 对他们说明造行动 结果一转身 就找到无名氏先生说 立即行动 参与的只有我和你的人 没想到布莱恩太了解多姆了 早知道他有这一招 跟过来要求参加行动 多姆无法拒绝 只好答应下来 行动开始 多姆和无名氏拿着上帝之眼 很快带人到了戴克的藏身仓库 走进去一看 发现戴克正在吃东西 而且看到他们来了 竟然毫不慌张 还不屑地说 就来了这几个人吗 看到对方如此镇定 无名氏觉得不太对劲 正在他惊一不定时 屋子里的灯忽然灭了 跟着恐怖分子首领 摩西带人杀出 疯狂射击 原来他已经和戴克联手了 摩西的手下早有准备 各个配备了红外夜视仪 而无名氏的手下 猝不激防 在黑暗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无名氏虽然迅速反应过来 戴上夜视镜 用精准的枪法 击毙不少敌人 但自己也被击中 多姆和布莱恩赶忙救出他 开车逃离 不过在混乱中 上帝之眼却落入了摩西手里 离开仓库后 多姆想送无名氏去医院 但无名氏说 自己的医疗队很快就能赶过来 还让多姆把自己放在路边 再和布莱恩去抢回上帝之眼 多姆答应了 随后与团队会合研究对策 太极说 应该想办法黑进上帝之眼的系统 取得控制权 但要做到这一点 和上帝之眼的距离绝对不能超过三公里 多姆觉得虽然风险很大 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当即拍板 制定好全盘计划后 布莱恩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语气沉重的说 如果我回不去 你要带着儿子好好生活 但米亚说 自己又怀孕了 是个女孩 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回来见女儿 布莱恩听了兴奋起来 伤感一扫而空 承诺一定会安全回家 多姆团队很快开始行动 而摩西竟然也在寻找他们 他坐在直升机里 利用上帝之眼找到多姆 把位置告诉戴克 然后又让手下去找拉姆赛 这时多姆等人已经分成了四队 他和莱蒂都是单独开车 布莱恩带着拉姆赛 皮尔斯带着太极 摩西发现了拉姆赛的位置 随即向他靠近 拉姆赛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连接到上帝之眼系统 准备黑进去 不过摩西马上派出无人机 要干掉他 面对无人机的攻击 布莱恩临危不乱 左抖右闪 甚至利用一辆货车作为掩护 摩西又指示手下用无人机发射导弹 但布莱恩成功躲开 倒是后面一辆警车被导弹炸飞了 眼看无人机追得越来越紧 布莱恩马上通知皮尔斯来帮忙 与此同时 多姆也发现了戴克 就把对方引到楼顶 两个人坐在车里摇摇相对 似乎又摇对撞 皮尔斯终于和布莱恩会合 布莱恩让拉姆赛跳到皮尔斯车上 自己也在导弹袭来的前一瞬间跳下车 而在另一个战场上 多姆和戴克又一次蒙踩油门向前冲 狠狠地撞在一起 摩西虽然毁掉了皮尔斯的车 但发现拉姆赛仍连接着上帝之眼 就让手下炸掉附近的信号塔 看到信号失去后 无法再黑进上帝之眼 拉姆赛心急如焚 太极则立即通知布莱恩去附近的信号塔 帮助拉姆赛重新连接上帝之眼 片刻后 摩西看到无人机锁定了皮尔斯的车子 发现车子被炸翻 他长出一口气 觉得总算解决了威胁 可是马上就通过上帝之眼 发现拉姆赛还活着 原来皮尔斯 拉姆赛和太极 在车驶过桥下时跳了下去 而莱蒂及时赶到 开车带着拉姆赛逃离 此时布莱恩已经到达了信号塔 但摩西的手下托尼也带人赶来阻止 布莱恩开枪打死几个喽啰 又和托尼打成一团 托尼把布莱恩按倒在地 正要发出致命一击 但布莱恩抢先把一个钩子吸在他身上 再当钩子另一端 连着滚轮推下信号塔 托尼惊恐万分 却已经来不及应变 被滚轮带着摔到塔下 无人机又盯上了莱蒂的车子 莱蒂开进隧道打算躲避 但无人机依旧紧追不舍 而就在无人机跟着莱蒂冲出隧道的一瞬间 突然一辆救护车从上面的公路冲了下来 撞毁地空飞行的无人机 侥幸脱险的莱蒂吃惊地看着救护车 借而露出会心的微笑 原来是在医院养伤的霍布斯 得知今晚洛杉矶上演正邪对决后 开着救护车过来帮忙 霍布斯随机走下救护车 拿起无人机上的重型机枪 干掉托尼后 布莱恩找到信号塔的转发器 按照太极的指示 与自己的手机相连 帮助拉姆赛恢复信号 而拉姆赛也忠于黑进系统 重新控制了上帝之眼 眼看失去上帝之眼的控制权 摩西要气炸了 跟着他在直升机里 发现了在楼顶用车对撞后 右下车对打的多姆和戴克 眼看多姆占据上风 他也不管戴克的死活 命令手下向楼顶发射导弹 多姆赶紧闪开 随即一脚跺下 戴克脚下的地面本来就炸出裂痕 随着这一跺更是彻底塌陷 而戴克也跟着掉了下去 摩西又让手下锁定多姆准备开枪 千军一发之际 霍布斯拖着从无人机上拿来的重型机枪赶到 对着直升机开火 摩西连忙让手下掉转枪口 对付霍布斯 多姆趁机上车 加速冲上楼顶被扎塌后形成的一个陡坡 既用惯性飞到空中撞向直升机 但直升机在被即将撞到的前一刻 猛的转向成功躲开 眼看多姆的车子扑空掉到地面 摩西暗自庆幸躲过一劫 没想到在刚才接近直升机时 多姆已经把一包手雷挂在上面 霍布斯看到后立刻明白了多姆的用意 果断向手雷射击 随着手雷被引爆 直升机也被炸毁 敌人消灭了 布莱恩等人赶忙去救多姆 把他拖出车厢 发现他昏迷不醒 布莱恩上前做心脏复苏 但没有效果 众人束手无策 担心不已 莱蒂则把多姆搂在怀里 失声痛哭 还说自己已经恢复了记忆 突然多姆醒了过来 看到他再一次大难不死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露出笑容 莱蒂更是喜气而泣 与多姆甜蜜拥吻 从楼顶摔下的代客没有死 被霍布斯送进了高度戒备的秘密监狱 多姆团队则一起来到海边 看着布莱恩和儿子玩耍的幸福画面 大家都感慨万分 说布莱恩是属于这里 属于家庭的 接着多姆站起身来 拉姆塞问 你要不辞而别吗 多姆则望着远处的布莱恩说 永远都不会告别的 镜头一转 多姆开车在一个路口停下 另一辆车随后赶上 坐在车里的布莱恩朝着多姆 露出灿烂笑容 接下来布莱恩在前几部中的精彩画面 一一闪现 以此致敬扮演者 因车祸去世的保罗沃克 电影结束 一位神秘女子的出现 让多姆团队陷入危机 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 她们能再次过关吗 下一期速度与激情8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速度与激情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速度与激情8 在第七步中 布莱恩正式退出江湖 少了这个得力伙伴 多姆团队还能再次创造奇迹吗 影片开始 抓获待客后 江湖一时风平浪静 难得清闲的多姆带莱蒂去古巴度假 玩得正开心时 发现表弟被低头蛇拉尔多欺负 随机挺身而出维护亲人 拉尔多当然不会怕这个异乡人 提出通过飙车解决问题 堵住是各自的座驾 表弟提醒多姆 拉尔多的车是当地最快的 但见惯风浪的多姆毫不在意 甚至不开自己的车 把表弟那辆破车稍加改装 就和拉尔多较量起来 拉尔多发现多姆实力确实强悍 开这辆破烂车也能和自己并驾齐驱 有些心慌 于是使出了阴招 不但自己用车撞向多姆 还让手下骑摩托撞 多姆的速度由此被延换 面对落后局面 他拼命加速 以至于车子爆缸 眼看车的前半部分起货 多姆灵机一动来了个大甩尾倒着开 在抵达终点的前一刻 多姆成功超过拉尔多获得比赛胜利 但车子已经完全失控 好在他及时跳下车 而那辆破车则翻到了海里 拉尔多输得心服口服 把车钥匙给了多姆 但多姆把车钥匙还给他 还说赢得你的尊重就够了 随后把自己的车送给表弟 第二天多姆出门买早餐 看到一位美女的车抛锚了 就上前帮忙 没想到对方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 多姆一愣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微笑着说 你的燃油继电器不见了 结果美女拿出一个继电器 说是我拿走的 就是想吸引你过来 接着美女说希望多姆帮自己做事 多姆当然不肯打算离开 可是对方把手机递给他 让他看里面的视频 多姆看到视频后 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镜头一转 霍布斯正在场边 给参加足球赛的女儿加油打气 一位同事走过来告诉他 在波斯湾失踪的电磁脉冲武器 被军火贩子弄到了柏林 还说这种武器威力极大 能让整个城市的电网瘫痪 霍布斯漫不经心的听着 注意力全放在眼前的球赛上 同事继续说 FBI让你把武器抢回来 但政府不会批准这次行动 你只能靠自己 如果出了问题 你不仅会被停止 还会有牢狱之灾 所以你需要一个可靠的团队 霍布斯自信的回答 我已经有了 霍布斯说的团队自然就是多姆等人 他随后给多姆打电话 说明情况 请求协助 多姆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放下电话后 却露出复杂的神情 多姆很快带着团队和霍布斯 在柏林会合 并立即展开行动 行动非常顺利 他们炸掉军火贩的基地 拿到了电磁脉冲武器 军火贩气急败坏 派人狂追 太极早有准备 轻按按钮 一个大铁球从车里冲出 撞翻无数追兵 这时莱迪忽然觉得 多姆的神情很古怪 担心地问 你没事吧 但多姆说 没什么 一会儿见 霍布斯见暂时甩开追兵 就让大家分散 到安全地点会合 于是大家分头走 霍布斯和多姆一路 眼看行动就要完成 他喜笑颜开 还说要请大家喝酒 突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多姆一转方向盘 撞翻霍布斯的车 还拿走了他车上的电磁脉冲武器 霍布斯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 惊异不定地对多姆说 你不能这么做 但多姆只是回头 深深看了他一眼 就开车离开了 霍布斯万万没想到 多姆会做出这种事 痛心无比 这时追兵即将赶到 霍布斯赶紧通知其他人 说多姆背叛了团队 还说自己逃不掉了 让大家快离开 所有人听到这一消息 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而多姆此时 已经带着电磁脉冲武器 上了一架前来接应的飞机 对于多姆背叛这件事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莱蒂 他马上查询多姆的电话记录 想找出真相 结果发现 多姆最近一直在和一个神秘号码联系 看到这个证据 团队中的黑客拉姆赛认为 多姆确实叛变了 皮尔斯和太极都将信将疑 只有莱蒂仍然相信多姆 霍布斯被捕后 将被送进美国顶级监狱 入狱前 曾经与多姆合作过的吴明氏先生 带着助手鲁克来找霍布斯 说能把他弄出去 条件是他承认罪名 但霍布斯不肯接受这种私下交易 入狱后 霍布斯郁闷地发现 隔壁牢房中的犯人居然是戴克 看到亲手送自己坐牢的霍布斯来了 戴克乐得何不拢罪 导致霍布斯入狱的罪魁祸首多姆 此时正在接应他的飞机上 与一位美女交谈 这位名叫塞福的美女 就是在古巴给他看视频的那个人 看来就是他一手促成了多姆的背叛 自从霍布斯进了牢房 戴克就异常兴奋 不断出言嘲讽这位老对手新邻居 霍布斯实在忍不了了反唇相机 就在两人互放狠话时 霍布斯面前的牢房门竟然诡异的自动开启 他知道这是吴明氏先生做的手脚 气愤的对摄像头说 我不会逃的 可是狱方以为霍布斯要越狱 派来大批全副武装手拿电棒的狱警 戴克趁机出手抓住一个狱警 抢下电棍 又破坏了牢房门系统 然后逃走 监狱顿时大乱 所有牢门都被打开 犯人们蜂拥而出 和狱警们扭打在一起 看到戴克跑了 霍布斯只好追出去 接下来无论面前阻挡的是狱警还是犯人 都被戴克和霍布斯这两大高手打倒 不过两人刚刚冲出监狱 就被一群持枪特工团团围住 而吴明氏先生也在此刻出现了 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逼霍布斯自己越狱 从而接受他的条件 帮他做事 霍布斯无奈的跟着吴明氏先生 去了行动基地 让他吃惊的是 莱地 皮尔斯 拉姆塞 太极 已经先他一步 被带到了这里 而且都戴着手铐 吴明氏看到这情形 苦笑着说这是误会 赶紧让人打开手铐 手铐打开后 皮尔斯起身要走 可吴明氏说 你们现在都在国际刑警的通缉犯名单上 只有替我做事才能洗清案底 皮尔斯听了 只好止住脚步 接着 吴明氏给大家看塞福 也就是接应多姆的那个美女的资料 原来塞福号称黑客界的上帝 可以暗中操控全世界的系统 而且不留痕迹 莱地听得有些不耐烦 说这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吴明氏淡定地回答 因为多姆刚刚把电磁脉冲武器交给塞福 要找到塞福 必须先找到多姆 随后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帮手 居然是代客 霍布斯等人当然不愿意和这个人合作 而代客也不想和他们共事 气愤地说 我找塞福是因为他害了我弟弟欧文 当初他先找我帮他做事 被我拒绝后又找到了欧文 结果害得我弟弟坐牢 眼看这些桀骜不驯的家伙吵个不停 吴明氏不慌不忙 对霍布斯和代客说 除了我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曾经成功追踪过多姆 就是你们俩 所以为了找到多姆 不管你们乐不乐意都必须合作 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就不太情愿地答应和昔日对头合作 众人随即开始寻找多姆 平尔斯说 可以借助上帝之眼系统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拉姆塞和太极立即启动上帝之眼 结果系统居然给出了几十个定位 散布在全球各大城市 显然是塞福做的手脚 不过太极还有办法 他和拉姆塞配合 反向追溯塞福用来伪装的信号来源 终于找到了多姆所在的真实位置 吴明氏看到这个位置后 兴奋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基地啊 看来多姆就在附近 幻音高落 几个炸弹被人扔进来 一阵爆炸后 众人都躺在地上 头晕目眩 无力气身 跟着塞福和多姆走了进来 塞福得意地说 我用的是脑震荡手榴弹 能在一小时内扰乱你们的感官 然后他上前取走上帝之眼 就准备和多姆撤离 就在这时 莱蒂用尽力气喊道 多姆 你真的要背叛家人吗 多姆停下脚步 缓缓转身 却没有说话 而塞福则过来搂着他神问 随后两人一同离开 莱蒂被这一幕起得蹊跷生烟 却又无可奈何 拿到上帝之眼后 塞福和多姆回到飞机上 接着多姆被带到一个房间外 而房间里竟然是他的前女友艾琳娜 看到多姆 埃琳娜赶忙抱着一个婴儿走过来 但她是被软禁的 不能出房间 只能隔着防弹玻璃和多姆交流 原来埃琳娜怀里的婴儿 就是多姆的儿子 她离开多姆后 才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本想等到多姆度假归来 再告诉她有个儿子 那成想被塞福抓走了 塞吉随即用婴儿 斜迫多姆为自己做事 当初给多姆看的视频内容 就是埃琳娜和儿子 隔着玻璃抚摸第一次见面的儿子 多姆罕见的流下了热泪 她痛恨塞福用家人威胁自己 但又无计可施 只好摘下随身项链挂在门上 就像是自己一直在儿子身边 虽然失去了上帝之眼 但无名氏等人 通过追踪塞福乘坐的飞机 还是分析出她的目的地 纽约 于是众人来到纽约 无名氏的助手鲁克 带他们去FBI的隐秘车库挑车 车库里什么车都有 太极看中了一辆坦克 皮尔斯想选新款的兰波基尼 但被鲁克拒绝 多姆的确是在纽约 而且已经开始行动 他驾车行驶在大街上 塞福调用路上的各个摄像头监视着他 突然多姆说车子打不着火了 下车修理 一辆货车随即出现挡住摄像头 多姆趁机离开 去和一位老夫人谈合作 还给了对方一个东西 显然是在瞒着塞福筹谋什么 塞福发现摄像头被挡住 看不见多姆担心有诈 让手下另想办法 就在这时货车开走了 看到多姆出现在监视镜头中 塞福长出一口气 行动继续 塞福这次的目标竟然是刚刚结束访问 正在去机场路上的俄罗斯国防部长 他先通过上帝之眼找到部长的位置 通知多姆 随后开始出招对付部长的护卫车队 塞福让手下黑掉方圆两公里内的所有车辆 于是这个范围内的一千多辆车辆 不管里面有没有人 都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 成为僵尸车 被塞福操控着围追堵截护卫车队 一片混乱 护卫车队的前方后方甚至是两侧 随即都有僵尸车冲出 眼看随行的警车相继被撞倒 护卫车队只好用机枪射击僵尸车的发动机 可是僵尸车实在太多 仍然蜂拥而至 搞得车队焦头烂额 这还没完 塞福故技重施 继续操控两片高楼上停车场的车子 这些车子纷纷从空中坠落 起火 终于堵住了部长车队 这时全副武装甚至还带着面具和盾牌的多姆出来了 他跳到部长车上 让对方交出核弹密码箱 见部长不肯 多姆二话不说 用电锯锯开车子的邮箱还点燃燃烧棒 面对这种威胁 部长也只好交出密码箱 多姆随即带上箱子离开 但没开多久 就看到前面有几辆车一字排开 封住路口 正是得到消息赶来阻止他的霍布斯等人 多姆临危不乱 瞬间就想出对策 猛踩油门开向前方 也来堵截多姆的卢克不知有诈 赶紧开车上前拦截 不料这是多姆声东击西之际 他猛地转向从卢克露出的缺口处逃走 霍布斯等人立即驱车追赶 卢克想将功赎罪过于冒进 结果多姆撞翻路边铁架 铁架落下 砸在卢克车上 也堵住了他的去路 卢克懊悔不已 用力拍打方向盘 片刻后 莱蒂超近道追上多姆 开启车上的射绳枪 勾中多姆的车 但多姆的车动力极强 莱蒂的车几近失控 泰迪随后感到如法炮制 也勾中多姆的车子 但仍然无法逼近多姆 他和莱蒂的车子都被拖着走 接着霍布斯 戴克 皮尔斯三人也上来了 同样启动射绳枪 勾住多姆的车 无辆车以无马分尸的态势 向不同方向发力 终于逼停了多姆 但多姆狂踩油门 拖着皮尔斯的车向前滑动 而在缆绳稍微松下的一瞬间 他加速冲过去 皮尔斯避让不及 车子翻倒 霍布斯赶紧加大马力 结果把勾住的多姆车门扯了下来 他的车子也由于惯性侧翻 多姆随机驾车 从太极和莱蒂之间穿过 结果他的车翻倒 太极和莱蒂的车则撞在一起 而从后赶来的戴克 也来不及刹车 狠狠地撞了上去 多姆从车里爬出 拿着箱子就跑 戴克马上追过去 但被多姆开枪打到 这时莱蒂突然冲出来 抢揍箱子 多姆没有追赶 而是朝天开了一枪 莱蒂停下脚步 眼里泛起泪花 说我不信你会对我开枪 然后提着箱子要走 克什赛福的手下 罗兹现身 用枪指着他 多姆见状大惊 马上举枪对准罗兹 又示意莱蒂交出箱子 莱蒂无可奈何 只好照做 罗兹和多姆随即离开 回到基地后 霍布斯问中枪的代客 怎么样了 卢克说没挺过来 霍布斯愤然离开 与此同时 多姆也回到飞机上 结果发现 赛福在关押 埃琳娜的房间里等他 手里还抱着他的儿子 看到赛福一脸杀气 多姆生起不祥的预感 果然赛福因为不满 多姆放走来地 命令罗兹杀死埃琳娜 作为对多姆的警告和惩戒 看到埃琳娜香消欲远 多姆悲痛欲绝 接着赛福向他 表露了自己的勃勃野心 说有了核弹 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只要我发射一两枚核弹 即使是超级大国 也不敢轻视我 霍布斯等人 通过手头掌握的线索 分析出赛福下一次行动目标 应该是在俄罗斯境内 但具体是在哪里 还没有头绪 这时无名是信心满满地说 一定是在弗拉多夫 那里有个俄罗斯秘密海军基地 凭着冷战时期的潜水艇 而且这个基地 现在被一些搞分裂的恐怖分子控制着 大家行动起来也少了顾忌 卢克听了面露难色 说这么大的事 要向上级请示才行 结果霍布斯一正言辞地 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 说得年轻卢克热血沸腾 当即表示 那个FBI车库里的车随便大家挑 坦克和兰波基尼也可以 一听这话 太极和皮尔斯腾地站了起来 眼中满是期待 众人随即来到冰天雪地的弗拉多夫 在高处悄悄观察 被恐怖分子占据的海军基地 没多久他们发现 多姆开车赶来 赛夫则在飞机上指挥 多姆先用电磁脉冲武器 摧毁基地的电网系统 看到防御网失灵 恐怖分子们冲出来向多姆开火 多姆毫无聚色 面对枪林弹雨 禁止闯进基地 赛夫及时提醒他 电磁脉冲武器还能用一次 而且必须在潜艇下方使用才有效果 多姆一路狂奔 很快到了潜艇下 恐怖分子派出的直升机 也赶过来向他开枪 不过随着多姆启动电磁脉冲武器 直升机瞬间失去动力 当机坠毁 同时潜艇的电力也瘫痪了 看到多姆竟然来了招 一箭双雕 赛夫兴奋不已 马上让人黑进潜艇系统 此时霍布斯等人正在研究对策 阻止赛夫节奏潜艇 拉姆赛提议去控制室 打断潜艇启动进程 太极则说 应该去武器室 拔掉发射芯片 阻止赛夫发射导弹 霍布斯觉得两个主意都不错 决定双冠齐下 完成任务后 多姆开始撤退 不停躲避恐怖分子追踪 进入隧道后 眼看前面有一个坡道 加速冲过去 直接撞弹铁链 铁链上吊着的钢板随之掉落 砸中一辆追来的车子 后面的车来不及刹车 纷纷被掀翻 多姆随即加速摆脱这兵 不过他马上接到了新的指令 赛夫发现了霍布斯等人的行动 立即通知多姆计划有变 让他去和罗兹会合 接下来赛夫亲自出手 先是跟已经到达控制室的拉姆赛 进行了一番黑客之间的较量 成功抢回了潜艇的控制权 随后又把还没来得及 进入武器室的太极关在外面 太极只能隔空指挥 武器室里的皮尔斯和鲁克 寻找发射芯片 控制室内 莱蒂正在和一个恐怖分子搏斗 他瞅准时机 一脚把对方从高台上踢下去 正好落在潜艇的螺旋桨上 见其雪花无数 不过拉姆赛已经无法夺回潜艇的控制权 只能指望武器室那边找到芯片了 而就在这时 赛夫准备发射核弹 启动了倒计时 危机时刻 太极灵机一动 告诉鲁克和皮尔斯 找到倒计时装置 就能找到发射芯片 结果在核弹发射前一刻 鲁克终于成功把撒芯片 看到核弹发射失败 赛夫只好让潜艇下潜到深海 而霍布斯等人也猜到了他的用意 马上赶往海湾入口处 要关上那里的闸门 阻止潜艇进入开阔海域 但恐怖分子对他们穷追不舍 驾驶着坦克的太极随机开火 打翻几辆追车 可是又有追兵 骑着雪地摩托从右侧杀出 向两面夹击 霍布斯开着自己前方 有个缠斗的古怪车子冲过来 缠翻一辆装甲车 但另一辆装甲车 向皮尔斯的车子开炮了 皮尔斯虽然成功躲开 但炮弹把冰面炸裂了 眼看他就要掉进水里 太极连忙用射绳枪勾住他的车门 然后加速 拽出趴在车门上的皮尔斯 对方马上又发射一枚炮弹 太极迅速转向避开 而皮尔斯也被甩了下去 紧接着 几辆雪地摩托冲向皮尔斯 皮尔斯不慌不忙 拿着自己刚刚掉落的 兰布基尼的车门 干掉一个 再捡起对方的枪 击毙另外几个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 有两个人穿着飞行衣 潜入赛福飞机 赛福通过监视镜头 看到他们的面目后 震惊的面如吐色 这两个人 竟然是戴克和欧文两兄弟 可戴克不是被多姆打死了吗 原来 不甘心被赛福摆布的多姆 早早就步下去来 开枪打中戴克 根本就是两个人合眼的一场戏 过去抬尸体的两个人 都是他的好友 在纽约和他见面的老夫人 是戴克的母亲 而当时用货车挡住摄像头道 则是和多姆在古巴飙车 不打不相识的拉尔多 多姆在把合作计划告诉戴克母亲后 还给了对方一个装备 说通过这个装备能追踪到赛福 同时他也帮助戴克找到了欧文 多姆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救出自己的儿子 戴克哥俩登机后 分头行事 欧文去驾驶室控制飞行员 戴克则救出了多姆的儿子 然后发信息给多姆报平安 得知儿子脱险 多姆再无顾虑 压抑很久的怒火瞬间爆发 他立即下车 干掉正在用狙击枪瞄准来地的罗兹 多姆的团队已经身陷危机 恐怖分子锁定他们 马上就要发射导弹 紧急关头多姆及时赶到 狠狠撞上装有导弹的车子 车子被撞得侧翻 导弹射向自己人 恐怖分子的车纷纷被击撞 看到多姆像神兵天将救了大家 太极等人终于知道他没有背叛 仍然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赛福则恼羞成怒 让手下发射雨雷 一枚雨雷钻出并面冲向多姆团队 霍布斯易高人胆大 让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皮尔斯掌握方向盘 自己探身出去 单手推开雨雷 改变方向的雨雷 击中一辆恐怖分子的车 接着赛福操控潜艇露出兵面 潜艇先是掀翻几辆恐怖分子的车 随后来到多姆等人下方 破兵而出 来地的车险些被击中 好在他果断加速躲过一劫 赛福见状怒火中烧 发射了一枚热追踪导弹 多姆赶紧让大家散开 自己则开上了一个山坡后转向 加速冲向潜艇 并且驾车借助撬起的兵面一跃而起 用车轮刮到潜艇剑桥 而车子随机滑向剑桥另一面 下一秒 热追踪导弹尾随而来 正好击中潜艇 潜艇当即爆炸 火光冲天而起 眼看刚刚跳下车的多姆就要被活海包围 来地等人一起开车过去 把他围在中间护住了他 赛福知道大势已去 打算逃走 但带着多姆儿子 一路上击毙无数赛福手下的戴克恰好来到 赛福问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戴克没有说话 拿出多姆留在飞机里的十字项链晃了晃 原来多姆早在项链里装了追踪装置 用他给戴克母亲的那个装备 就能追踪到赛福 事已至此 赛福无话可说 他迅速打开舱门 带着降落伞跳下飞机 戴克没想到会让对方跑了 愤恨不已 行动圆满结束 大家聚在一起庆祝 无名是告诉霍布斯 可以官复原职了 但霍布斯看看身边的女儿说 我不打算复职 准备做一个全职爸爸 接着多姆一脸幸福的抱起可爱的儿子 就像抱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他告诉在场众人 已经给儿子取了个名字 叫布莱恩 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人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不停鼓掌 电影结束 霍布斯和戴克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特工 然而他们很快就遭遇前所未有的可怕对手 面对比自己还强大的敌人 他们能否放下恩怨并肩作战 下一期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为大家带来速度与激情系列的最后一步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霍布斯和戴克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特工 两个人都曾是多姆团队的对头 最终又都成为了多姆团队的帮手 而如今这两个人将联手迎战强大的难以想象的敌人 影片开始 英国军情六处的一支特工小队正在伦敦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他们趁着夜色闯进一个仓库 三下五除二解决敌人后 女特工海地打开一个盒子 找到了此次行动的目标 一种超级病毒 就在特工小队以为行动已经顺利结束时 一个身着黑色紧身衣 打扮怪异的肌肉男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特工们如临大地同时举枪瞄准对方 面对以寡敌众的局面 这个名叫布里斯顿的肌肉男竟然一脸轻松 显得羞有成竹 只见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拔枪击几名特工 又凭借超凡的格斗能力干掉几人 转瞬间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工小队只剩下海地一人 海地惊恐交加连开几枪 奇怪的是布里斯顿居然用手就挡住了子弹 仿佛刀枪不入 海地反应极快立即上车逃离 但在撞破铁门时车子意外翻倒 眼看情况危急 海地被迫把装有病毒的胶囊注入体内 然后一溜腰的跑了 布里斯顿发现病毒被带走 就告诉随后赶来的手下散布假消息 诬陷海地背叛军情六处杀死同伴盗走病毒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世界上所有情报机构和恐怖组织都开始寻找海地 美国中型局探员洛克找到霍布斯 说这种病毒是可编程的生物武器 能溶解人的内脏杀伤力极大 希望他出手相助找到海地和病毒 同时洛克还说给霍布斯找了个搭档 洛克所说的搭档就是戴克 另一位中型局探员勒布找到戴克 请他找到叛逃的特工 阻止即将爆发的病毒危机 但戴克不想趟这趟浑水 转身就要走 不过在看到勒布拿出所谓的叛逃特工 也就是海地的照片后 他突然露出古怪的神情 并且改变了主意 勒布随后向他详细介绍了病毒 说这种病毒能攻击各种基因序列 72小时内致死率百分百 霍布斯和戴克 两个被寄予厚望拯救世界的超级特工 很快来到了中情局的伦敦基地 可是两人向来互相看不顺眼 发现所谓的搭档 居然是对方后立即发作大吵起来 先是唇枪舌战 很快演变成了人身攻击 就差大打出手了 两个人都不想和对方合作 最终不欢而散分头行事 戴克去海地的住处寻找线索 结果遭遇几个黑衣人偷袭 霍布斯则通过监控系统找到海地 但海地此时已经知道自己被诬陷 借心急重 突然出手攻击霍布斯 霍布斯因为手下留情连连吃亏 一怒之下 他单必把海地举起 就这么带回了基地 与此同时 戴克也把袭击自己的黑衣人都干掉了 霍布斯把海地带回基地审讯 中途出去接电话 海地趁这个机会解开手铐 打倒看守 还抢了一把枪 霍布斯接完电话回来 见状大怒 上前要制服海地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这时戴克忽然出现 举枪对诊霍布斯 说放开我妹妹 霍布斯万万没想到 戴克居然是海地的哥哥 一脸难以置信 海地随即亮出掌心上疤 说病毒在自己体内要尽快取出来 幻音刚落 神讯室窗户的玻璃被人从外面炸碎 众人被震得倒在地上 下一秒 基肉男布里斯顿从天而降 戴人身系缆绳 由窗口闯进来 接下来就是一通扫射 霍布斯和戴克连忙闪躲 布里斯顿趁机把已经被证昏的海地带走 霍布斯和戴克马上下楼追赶 到了楼下 双方展开激战 戴克对付几个楼落 站进上风 而与布里斯顿单挑的霍布斯 则被打得狼狈不堪 原来布里斯顿的头部 好像装有智能系统 居然能提前预判对方的出招 戴克看到霍布斯被打倒 过来援手 连开几枪都打在布里斯顿后背上 但对方竟然毫发无损 而当戴克看清布里斯顿的面容后 更是露出惊恶的神情 原来两人早就认识 而且曾经共事过 接着霍布斯扔出手雷 被爆炸掀翻的车子砸向布里斯顿 他连忙用手撑住 而戴克抓住这个机会 开车带着霍布斯和海地逃走 布里斯顿气急败坏 骑着一辆仿佛可以任意变形的摩托猛追 逃跑途中 戴克一脸凝重的说 布里斯顿早在八年前就被自己杀了 怎么如今居然复活了 霍布斯和海地听了也都心生寒意 他们不知道布里斯顿死而复活 是因为一个叫艾顿的神秘组织 把他变成了改造人 布里斯顿不但接受了基因增强的改造 大部分身体组织都有机械构成 头部还植入了智能系统 接着在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 戴克终于撞翻布里斯顿成功摆脱追击 布里斯顿起得蹊跷生烟 把头盔狠狠摔在地上 随后他安排人控制舆论 诬陷戴克·霍布斯·海地攻击中情局 霍布斯他们发现 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新闻中 而且被当成了通缉犯 暗暗心惊 戴克此时已经意识到 对手是艾顿组织 就像霍布斯和海地介绍了这个组织 说艾顿组织势力庞大 而且有如邪教 妄想控制世界 接着三人找到了超级病毒的制造者 胡特博士 博士听说病毒在海地体内后 露出惊恐的神情 说如果不能在42小时内取出病毒 装病毒的胶囊就会溶解 海地必死无疑 而病毒随后将通过空气传播 一周内全球感染 霍布斯忍不住问 你为什么制造这么可怕的东西 博士苦笑着说 当初是被艾顿组织骗了 本想制造疫苗载体造福人类 那成像被改造成了杀人戾气 他也是因此才退出艾顿组织的 他还说要提取病毒 就得去艾顿在俄罗斯的基地 那里的萃取机能够取出病毒 但基地有军队守卫 去了也是死路一条 不过霍布斯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随即利用假身份 乔装改办奔赴俄罗斯 与此同时 胡特博士则被布里斯顿 抓回位于俄罗斯的基地 准备再抓到海地后 让博士提取病毒重新遍际 霍布斯三人到达俄罗斯后 带科去找老朋友 女军火商玛格丽塔要装备 两个人一见面就上眼蛇吻 看得霍布斯和海地目瞪口呆 众人随后开始研究潜入爱顿基地的方案 海地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 让玛格丽塔把自己交给爱顿组织 到时她就会被带进实验室 自然能找到萃取机 于是大家一计刑事 玛格丽塔洋装抓到海地 把她交到布里斯顿手中 布里斯顿不宜有诈 带着海地回了基地 同时霍布斯和戴克到达基地上空 然后跳伞潜入 他们先安装好定时炸弹 准备在任务完成后 炸掉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随后放倒外围的守卫 轻松进入基地的核心区域 结果等待他们的 却是一群严阵以待的狙击手 原来布里斯顿早有防范 霍布斯和戴克愣在当场 随后被人打晕 两大特工被抓 海地方面的行动倒是很顺利 他果然被带进了实验室 准备由胡特博士提取病毒 趁守卫不备 海地突然发难 迅速解开手铐打倒守卫 然后拿起萃取机和博士一起跑了出去 霍布斯和戴克醒来后 发现被铁链绑在椅子上 由于艾顿组织想招揽两人 为己所用 因此布里斯顿不能杀他们 就一边电击他们一边游说 原来八年前 艾顿组织就想招募戴克 在戴克拒绝后 就派布里斯顿去杀他 结果布里斯顿反被戴克抱头 电击让霍布斯和戴克惨叫连连 听到惨叫声 已经换上实验人员衣服 准备偷偷溜出基地的海地 决定回来救他们 布里斯顿还在游说戴克和霍布斯 说加入艾顿组织成为改造人 会和自己一样强大 就像是超人 但戴克坚决不答应 让对方动手杀了自己 这时霍布斯忽然看到海地 低着头悄悄混进人群 为了给海地争取时间 他马上开口 说我愿意加入 戴克面露惊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两个人还是很有默契的 戴克随即明白过来 立即配合霍布斯和他斗起嘴来 就在布里斯顿和一杆手下 被霍布斯和戴克的嘴杖 弄得一头雾水时 海地猛然现身 举枪对着布里斯顿让他放人 因为海地体内有病毒 布里斯顿赶忙告诉手下 别对他开枪 然后他得意的对海地说 我们的枪必须激活芯片才能用 你抢来的这把枪还没激活 海地悚然一惊 马上空洞扳机 果然用不了 危机时刻胡特博士居然来了 他拿着巨大的喷火枪 对着艾顿组织众人喷出烈焰 布里斯顿和手下猝不及防 吃了大亏 戴克和霍布斯趁机挣脱铁链 打倒几个敌人后各自上车 戴克带着海地 霍布斯带着萃取机一起往外逃 而布里斯顿则在杀死博士后 骑上摩托带人追赶 还派出了无人机 可就在这时 霍布斯和戴克事前安好的炸弹爆炸了 基地一片大乱 戴克一路狂飙 但很快就遭遇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的局面 他果断变相 把车开上一个仓库的二楼 但无人机赶来对他扫射 戴克随机驱车撞碎玻璃破窗而出 人在空中还开枪击毁无人机 霍布斯则驾驶着卡车不停摔位 连续撞翻追来的车辆 戴克眼看就要被布里斯顿追上 当即立断 让妹妹跳到霍布斯车上 海地纵身一跳 霍布斯伸手接住他 就在布里斯顿扑过来的前一瞬间 把海地拉进了车里 布里斯顿扑了个空 重重摔到地上 但立刻起身继续追赶 并且掏枪连连射击 戴克发现车子被击中起火 就拐到一个小坡上 在驱车凌空而起 落到霍布斯的卡车上 而他的车子随后被上方的铁架撞下去 爆炸了 布里斯顿见状也开着摩托飞上卡车 霍布斯随即让海地开车 自己和戴克一起对付布里斯顿 两人轮流出手 但都被打倒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基地大爆炸 一个巨大的烟囱被炸倒 直直的向卡车砸了下来 霍布斯和戴克赶紧闪开 布里斯顿则躲闪不及被砸了下去 而当他起身后 已经看不到霍布斯等人的影子了 只能站在残垣断壁中独自懊恼 霍布斯三人终于脱险 但在逃到安全地带后才发现 拼命带出来的萃取机 居然在逃亡过程中损坏了 海地彻底绝望 心灰意冷地说已经没办法了 只有杀掉我再把我火化 这样才能避免病毒传播 戴克当然不同意 激动地对妹妹说不能放弃 就在两兄妹争执不下时 霍布斯居然面露为难之策 似乎为什么事情而纠结 终于他下定决心 说还有个办法 去我的家乡找我哥哥乔纳 他是个修理专家 一定能修好萃取机 奇怪的是 他竟然说家乡是自己最不想去的地方 事不宜迟 三人立即赶往霍布斯 位于萨摩亚的故乡 到达目的地后 霍布斯来到自由居住的房子前 愣愣地站在门口 居然不敢敲门 他犹豫再三又做了几个深呼吸 这才鼓足勇气上前敲门 看到阳刚威猛的霍布斯 竟然如此畏首畏尾 一旁的待客兄妹 都生出强烈的好奇心 不知道他和家人究竟有何恩怨 开门的正是霍布斯的哥哥乔纳 乔纳看见霍布斯站在门口 脸色马上阴沉下来 上去就是一圈 而在霍布斯被打倒后 他还是不依不饶气愤地说 新闻上到处都是你的脸 当初你背叛家人后离开 一走就是25年 如今却带着麻烦回来了 这时一只拖鞋突然飞过来 打中乔纳 霍布斯诧异地扭头看 发现是自己的妈妈出来了 手里还拿着另一只拖鞋 妈妈看到霍布斯后热泪盈眶 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的宝贝儿子终于回来了 老妈出面了 乔纳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让霍布斯进屋 但在霍布斯说明来意 请他修理萃取机后 还在气头上的乔纳 想也不想立马拒绝 兄弟两人随机吵了起来 这时妈妈开口了 严肃地告诉在场的所有家族成员 必须无条件地答应霍布斯的任何要求 尽全力帮助他 霍布斯听了感动不已 接着霍布斯把萃取机交给乔纳 让他修理 同时他也注意到 海地对自己和兄弟的关系很是好奇 就主动对海地说出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在霍布斯很小时 他父亲就抛弃弃子 去做各种不法勾当 他和兄弟都是妈妈独自带大的 而父亲在离开十几年后居然回来了 还带着家族中的孩子们一起做非法事情 为了保护家人 霍布斯告发了父亲 把他送进监狱 霍布斯随后离开萨摩亚 再也没回过家 而乔纳不知道霍布斯当年的真正用意 一直认为他背叛了家人 两人正说着 戴克来了 问这里有枪吗 霍布斯说有 把戴克带到一个拉门前 可是打开拉门后 他愣住了 里面根本没有枪 只有各式各样的冷兵器 原来枪都被妈妈扔了 霍布斯无可奈何 也只能将就着用这些原始兵器 不过戴克倒是灵机一动 说爱顿组织的枪都需要芯片激活 这样就可以黑进对方系统 屏蔽信号让对方的枪失灵 海蒂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立即去操作 霍布斯则领着戴克 去和家族的兄弟们研究 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布里斯顿等人 很快 海蒂成功黑进了爱顿系统 但只能在一小段时间内屏蔽信号 不过戴克说已经足够了 乔纳终于修好了萃取机 准备为海蒂提去病毒 大家都紧张地盯着萃取机 看到机器正常运转后 所有人都放下心里的大石 相互击掌拥抱 然而就在大家欢庆时 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他们知道敌人来了 都走出去准备迎敌 霍布斯则叫住哥哥乔纳 情真意切地说出当年自己的用意 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家人的爱 乔纳原谅了弟弟 兄弟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布里斯顿迅速带人杀盗 发现出来迎战的对手居然都拿着冷兵器 大惑不解 不过他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随机下令开枪 但海蒂及时屏蔽信号 布里斯顿和手下的枪都失灵了 戴克趁机启动机关燃起大火 把交战双方都围在火圈中 布里斯顿见情况不妙 赶紧呼叫直升机前来支援 霍布斯则带着兄弟们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 气势逼人地冲了上去 拿着冷兵器与敌人展开战斗 布里斯顿的手下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战斗会以这样原始的方式进行 措手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布里斯顿仇准时机 抓住背着萃取机还在提取病毒的海地 把他带上了直升机 霍布斯和戴克见状大惊 马上上车追赶 戴克开车 霍布斯则站在车上 制出铁链 缠住刚刚升空的直升机想阻止对方 结果车子被带得逐渐脱离地面 乔纳及时开车赶到立即放出烂声 勾住戴克的车 但自己的车也被带到空中 此时乔纳的一个兄弟驾车来到 勾住了他的车 接着更多的兄弟陆续汽车而来 如法炮制 纷纷放出缆绳勾住前方的车 几辆车就这样连成一串 牵制着直升机 看上去就像是放风筝 而由于下方的重量增加 直升机一时间竟然无法飞走 然而就在布里斯顿心急如焚 却又无计可施时 手下突然告诉他 枪能用了 原来屏蔽信号的时间已经过了 布里斯顿大喜过望 马上命令向地面开货 乔纳和兄弟们连忙解开懒声躲避 但还有几辆车被对方的猛烈火力掀翻 这时被抓到直升机上的海地猛的出手 和布里斯顿的手下打成一团 打斗中枪走火了 不但打死了驾驶员 还打坏了飞机零件 直升机由此出现故障 失去动力 海地想跳到戴克的车上 但已经来不及了 直升机向悬崖下坠落 把戴克的车也带了下去 一同跌到半山腰 在半山腰 布里斯顿钻出直升机 让紧身的一名手下看住海地 让他等到病毒全部提出就杀死海地 然后他和戴克霍布斯在突降的大雨中打了起来 霍布斯戴克轮番上阵 但一次次被打倒 布里斯顿得意非凡 站在雨中发出骇人的嚎叫 不可一视 犹如魔王 不过霍布斯和戴克很快就发现了对方的破绽 原来布里斯顿只能预判一个人的招数 如果两个人同时出招 他就一定会被其中一人打到 他们随即开始了真正的联手 每一次上前都会同时出手 果然连续击中布里斯顿 而且他们打的都是对方那个 以机械为主的身体的薄弱位置 所以布里斯顿的生化身体损坏越来越严重 海地体内的病毒终于全部提取完毕 他抢先出手 干掉了布里斯顿的手下 与此同时 布里斯顿也被打得倒在地上 无力气身 戴克随即拿枪对准他 但觉得他也是被蒙蔽的 不想杀他 一番痛斥后就把枪扔在地上了 可是艾顿总部却不想放过布里斯顿 因为觉得他行动屡次失败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通过远程操作 启动了他体内的自毁程序 于是霍布斯三人惊讶地发现 布里斯顿满脸痛苦 面目猙獰 而布里斯顿察觉到体内的异样 明白了已经被组织抛弃 他露出难过和不甘交织的眼神 随即向后摔进水里 就此死去 就在这时 直升机内的通讯设备中 突然传出了一个声音 说布里斯顿从来没有达到过艾顿组织的预期 而霍布斯三人则大大超出了预期 所以艾顿组织已经盯上了他们三人 随后通讯关闭 再没有声音 一场大战终于画上句号 此时雨已经停了 天空放晴 霍布斯 戴克 海地三人 一脸轻松地走向远方 当然已对彼此改观成为好友的霍布斯和戴克 还是没有忘记斗嘴 电影结束 《速度与激情》系列 迄今共拍摄了八部 外加一部特别片 到今天为止 已经全部为大家解说完毕 谢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和支持 接下来大家还想看什么系列呢 欢迎各位朋友留言推荐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见